詞曲 李宗盛 蔡老師 李宗盛 非常歡迎各位 今天在哲學非信息的時候 還挺有那麼多人 我想最大部份是蔡老師的魅力 要不然就是二藍的魅力 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現在所翻譯的二藍 基本上是由蔡老師所翻譯的 所以Aaron他的中文名字就是蔡英老師給的 大家剛剛有看到有高中生 我也是在高中的時候就第一次碰到惡蘭 也就是讀到了蔡老師他翻譯的那個記者字義 那先做一個開闖白 今天好像還有人有點誤會 是另外一位蔡英國家 那我只能說 世界上有兩種埋沒 一種是沒有半個人知道你的名字 另外一種就是有人知道你的名字 但是是另外一個 有一點可惜 但是呢 那對於我們政治思想界的人呢 我們都很熟悉蔡英老師 她是我們的老前輩 也是我個人大概是整個華語區 我個人而言是最近養的政治思想的學者 那我們今天也很難得可以請到她過來 因為對我自己而言呢 蔡英文一直是我希望兩個人可以一起出來參選的一對 因為我一直在想 如果她們兩位可以一起出來的話 發生任何的槍擊案 我們都不用換印章 我真的很熟悉 我真的很熟悉 還沒熟悉 但是呢 其實我們有一點特別是 我們在圈子裡 我們尤其是在華語世界下 政治思想的人 我們基本上都是蔡英老師的學生輩 非常的多 那她本身呢 是二蘭研究是真正的全規 但是她有點特別是 她也跟二蘭有些類似 她寫很多公民運動 包括公民不服從 這些事情 但是她自己沒有參加過這樣的場子 所以這算是 算是她第一次出櫃 很特別 很特別 所以今天真的是非常 也非常的特別 那麼 我們今天呢 主題是 很多人都是因為看二蘭的影片才過來的 那 我相信大家 會有留下很多的問號 或者是 不知道當時是在吵什麼 然後為什麼 這裡的副標題 可以叫做 真理凝聚 那我想這些問題呢 等一下都可以在Q&A的時候來問蔡老師 但是呢 如果告訴大家一個秘密 聽說她還沒看電影 沒有關係 但是蔡老師她非常熟悉二蘭的文本 那 我們今天 我們如果是從 從二蘭這部電影開始呢 也就是從艾希曼開始的話 她呢 她基本上 也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個例子 我剛剛說 埋沒有兩種 但是 被審判的罪犯也有兩種 一種是違法人 那是我們大家所熟悉的 另外一種是守法人 她之所以被判刑死刑 卻是因為她是一個非常奉公守法的公民 在納稅政權底下 那一切也是講求依法行政 那這樣子的人 卻可以在英武沙羅倫大審判被判死刑 那這裡意味著 守法 單純的守法 本身 沒有辦法 當作一個好的公民 或者不見得說 在其他的觀點上 不管從道德或政治的觀點上來看 她就是一個好的公民 或者甚至是一個 不會被判刑的人 那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這部片子引起非常非常多的迴響 那當年 在1963年的時候 賀南在寫這樣子 她當紐約記者 柯泰記者在寫 愛希曼的 當 就是像報導文學這樣的東西 引起了非常非常大的爭議 那這些爭議呢 有很多 有法律層面的爭議 就是說 到底是 是 愛希曼 她可以被抓到 耶路撒冷去接受審判 這是一個法的層次 而且呢 到底一個奉公守法 在納粹底下奉公守法的人 她應該要用什麼樣子的罪行 才能夠來判她 然後呢 這裡也引起了很多其他相關的爭議 就是身為一個公民到底 他的義務是什麼 那 以及作為一個奉公守法的公民 背後 是不是還有一些法律以外 我們必須要照顧到 必須要去遵守的 必須要在做出決定行為上 需要去考慮到的印象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圍繞這個主題 由蔡英老師來告訴我們 這個法律以外 其實有非常複雜的道德 以及政治的面向 身為一個 在納粹底下的公民 也必須要去遵守 但是我想大家如果有看過電影 或者是有一點印象 知道鄂蘭大概在講講的人 都會知道 愛希曼她被判死刑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理由 應該說 鄂蘭認為她最該自私 一個很重要的理由是 她不會思考 不思考 那麼不思考這件事情本身 是她做一個公民最大的缺失 但是什麼叫不思考 我們也都知道她 日常生活她也會想 她也是一個父親 她也是一個 甚至還無過康德 她可以 老黨上可以告訴大家說 什麼叫做康德的哲學 也可以告訴大家說 她為什麼要遵守 甚至呢 她在特殊狀況的時候 她也有 違背了 最後階段的納粹法律 然後她也有在思考 但是鄂蘭認為呢 她不思考 應該是有另外一個 什麼才能思考的意義 那今天我們也會 圍繞在這件事情上 也是跟 道德跟正式有關的 就是 在鄂蘭的眼中 什麼才算是思考 那為什麼 艾希曼這樣子的人 可以算是 不思考的人 而且呢 如果拿她 還跟 海德格來做對照的時候 就會覺得很特別 海德格 二十世紀最偉大的 哲學家之一 最少是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 她會思考嘛 可是 她會思考的人 最後還是跟納粹 還有站在一起的時候 那 不思考的人 反而 沒有 就 不思考的人 會被判刑 可是 鄂蘭所認為的 會思考的人 卻也是跟納粹站在一起 當這兩者擺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有非常激烈的狀況 就是 到底是 思考 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是一個 完全不會思考的人 所以 做了什麼樣的邪惡的事情 還是 會思考的人 也不見得就能夠 避免掉 為惡這件事情 那我們今天會 圍繞在這些的主題上 那我們大概是 蔡老師會講 一個 一個鐘頭左右 還有 那請 大家可以幫我買 因為蔡老師第一次出來 然後呢 跟 所有的蔡英文都一樣 第一次出來面對群眾講話 會比較學術一點點 所以 所以 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然後 我們之後會 開放 來Q&A 所以 請大家 等一下可以 搜到螢幕 然後我們也可以用 很熱情的方式 留久一點點 來問他多一點的問題 好 我現在先把今天交給他 謝謝 各位醫師各位先生 各位同學 大家 會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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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當然 感謝 A浩教授 邀請我來這邊 跟各位 討論 那個 汉澳人的思想 那 我們進來的時候 今天老師跟我講說 我有那麼多學生 我想 敬人在想說 是不是又 誤認了 會另外一個 那個 財富 好 好 那 也顯然就是 看到人的思想 大概 你們看了電影以後 大概這個 非常具有性 因為 我從 我從 年六十的時候就開始 介紹他的思想 直到現場 只是 呃 而且 把他當作 是 在英國讀書的時候 的一個 國生論的題目 可是到現在 他的思想 我還沒有辦法完全過 能夠 掌握得非常好 因為 潘阿朗的思想 人一下為講 就是非常複雜 而且 他的思想 非常 我知道非常纏繞 而且他不是一個 合格層體系的思想家 他在表達他的 政治跟道德的 理論的時候 思想的時候 是透過 具體的實踐 然後 譬如說 對 對 對 這個 Revolution 對 譬如說 像 美國南部的 那個 小炎政的 那個 所謂種族隔離的問題 那 後者是像 剛剛 你們看的電影 他們的 這種所謂思念 來 調達他的 政治跟 德行的 思想 所以 你要了解 他的 思想 你必須要 很辛苦的 從他的 一本作動開始 出到 這一本 然後呢 依照你的問題 去把他重播 因為潘阿朗不是對你 講話 而是對他關注的問題 跟事件來講話 所以 所以 其實 讀他的思想 我自己的感覺來講 非常有細力 非常 其實是他引導 進去那個 那個 政治理論這個領域 當然 另外一個就是 聽說的 跟他同一個時代的 也是 Diver的一個 政治思想家 比較 反受的 叫 所以 他的思想 不是很好 所以 他沒有 那個 另外 潘阿朗的 接受的思想 不是 不是 英美的那個 分析這些 所以他不擅長 以那種 所謂把概念解釋 來清楚 所以 你有時候在 看他的 譬如說 講道德 講政治的時候 你會 會覺得 怎麼樣去 去 去 提供他對這些 重要概念的 一種 所謂意 這個 可以 變成一個 你在探討他市場的一個 美濟的問題 如果 我今天 特別要講他 這個 我一直沒有敢處理的一個問題 叫 Morality 跟Politic 就是 道德跟真的問題 當然 會 特別去處理這個問題 當然跟我們現在的 現實政治有關 因為我們現在的政府西亞 能夠把政治的 這個 這個所謂的 治理跟 道德能夠 結合在一起 而且在 他那樣的那個 所謂思想理論 沒有 我們 我剛剛 會講 就是會 馬上接隊的分開 他分開的理由是什麼 我們等一下會再 經歷一個收入 另外一個 對這個問題有興趣 是因為中國 中國 川頭思想 從先秦 如果從獨家的思想 發展來講 從獨家的思想學大 發展來講 從先秦的孟子 一直到宋寧的 陸向山 跟黃陽明 一直到明某的劉正宗 基本上 中國人在想政治的時候 是以這個 道德良知 作為 這個所謂基礎 然後呢 我們 耳熟 影響的就是 從 道德實踐 而且是良知的政治 良知的那種 所謂道德實踐 到修身 齊佳 治國 平天下 中間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斷裂 也沒有一個所謂的 像 等一下我講 他那樣人所 提出來的一個 私民一根 公民一根 這個區域 還有要把道德 跟政治實踐 跟自治理 來 碰開了這樣的一個 一個所謂思維的取向 所以 阿倫會吸引我 基本上也是 因為 我早年也學過 中國的政治思想 對這個政治跟道德意 也充滿了疑慮 所以 我今天都特別來 跟各位同學 各位先生 討論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 當然 哈拉倫是 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 一個思想家 因為我在 英國博士的時候 他基本上還沒有 受走失 大概在1975年的過世 我是1990年完成過世 那時候 英年的思想界對他 並沒有很大的興趣 他的思想會開始 影響到整個 西方的思想界是在1991年 那個 東歐解體的時候 因為從他那個 那個 抗議跟那個 公民的運動裡面 佛生生的提任的那個 哈拉爾講求那個 公民抵抗 公民不服從 跟公民抗議的 這樣一個 所謂的實踐的哲學 所以從1991年一直到現在 他的思想 一直不斷發揮這個 有一個影響力 而且 研究他的學者 非常非常多 到現在為止才是 而且把他的思想 做各方面的 從這個 所謂的 國家學一直到 法律一直到 道德政治 一直到 國際關係 全部都 以他的那個 思想 作為一個主題 來 來 做研究 今天 特別 就以針對這個 RV跟 到底品 的問題 來做一個 做一個 解說 當然 裡面可能前身 導演說 很複雜的 那個 哲學文書 因為哈拉爾是 哲學出身的 他的 老師 當然是 丁丁有名的 凱德格 當然是他的 情人 你都知道 另外一個是 姚貝梅 而且他的思想說 那個 在威馬共和時期 那個時代的 那個時期的 那個 存在主義 跟現象學的 那種 所謂學術 跟他的思維方式 很密切關係 所以 跟歐陸的 那個思想系統 是不一樣的 所以 一般也把它稱作為一個 稱作為 是 初代主義跟 聖像學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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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特別的生物 是他 就是猶太人 所以 很多人也在 特別研究他的 所謂認同生物 identity 對這個identity 他當然講得很明白 他當然 從 從小學來 因為他在 在這個 德國小學的時候 因為常常那個 他的猶太人 身分 會受到很多 同學的一種 譬如說 耶穎啦 或者什麼樣子 他當然留一個 很基本的觀點 就是 當你的認同 被其他人 給服務的時候 你就要派美 這是他最基本的 一個想法 就對於認同 有一個最基本的想法 所以 我現在就開始 進入我的主題 那我今天 特別從 剛剛阿倫的 那個 整個思想的 畫展 的重要主題 開始 然後引到他 對那個 道德跟政治的 一種 一種 論點 這個我當然 給你們的獎益 你們都有 很清楚的 產實 另外 還為了 為了要 讓你們 讀懂我的 這個 八個 配型的 這個 講義完 寫了一個很簡短的 一個思維 因為我知道 不過 哈拉的人 都知道 其實是很不好瞭解 對 在你們看那 你們大概看過去 大概覺得 很意外的看 那哈拉的人 我記得我的了解 他從 年輕的時候 進入到那個 那個 那個 他 他 他 後來到美國 啊 啊 在那個 芝加大學 還有就是那個 new school 任教 他大概一生 有三個重要的思考 思考 一個主題 就是關於 那個 proletariatism的問題 就是 集權主義的 如何興起 而且在現代性的 脈絡裡面興起 與他的 ideology 一個種族 一個是 股產階級的 專政的 一種一式型態 那這個 這個 這個基田政府 他的基本結構是什麼 他所造成的 這個 所謂 災難 政治的災難是什麼 這個在他第一本 1952年初的 這個 這個 所謂 基田主義更年裡面 有很詳細的探討 而且 在這本書裡面 他把 特別是 納粹 德國所犯下來的 政治罪惡 用 康德的話來講 就是一個 Rodical Evil 就 根本是惡 其實他是 他是 勿用了康德的意思 康德是那個 Rodical Evil 就是人的那種 很邪惡的 造出來的那種 那種 罪行 可是他用 Rodical Evil 表示說 這個 納粹德國所犯的 罪惡 是我們沒有辦法用 人類的那種 所謂 纖維的動機 還有 就是 透過 從柏拉圖以來的 所有的政治思想 或政治的原則 可以去瞭解 所以 他那種 其實為什麼 西方會在 所謂 現代性的脈絡 現代性的脈絡 當然是光明一片 為什麼會 清整這樣一個集團之二 他其實也是百事故的集團 剛剛 剛剛 葉老師也提過 他在 Original Autoritarian 裡面也特別 提了這樣一個問題 就是 威馬到 納粹興起的那段時期 有多少的 優秀的 知識分子 哲學家 文學家 建築學家 竟然就 好像 著母一樣的 去跟隨 那個 納粹的 西德勒 所鮮良的 那種種族主義 而且 而且非常忠誠的跟隨 其實他一直就 就對這樣的一個現代的作業 非常的一種 一種 一種所謂的 抱著很大的一個 質問 後來他在1963年 埃克門的那個 trial裡面 對埃克門的那個 最後又提出的 跟那個在Original 這本書裡面 所提出來的最後 不一樣的解釋 叫 Anality of Eron 平常人都會換的 其實那個叫 所謂的罪惡的平凡性 或平衡性 或者 膚淺性 膚淺 每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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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 這個 跟 埃克門 發生同樣的 這種 所謂的 錯誤 以及 其他 罵下同樣的罪行 那他怎麼解釋這個呢 當然這個牽涉到很複雜的問題 我以前寫過文章 我在這邊就不帶特別去規系 所謂Randweaver跟Bernardweaver 我會稍微講一下 阿拉倫對Bernardweaver的一個解釋 就是他的起源的解釋 可是這個解釋也引起很多的攻擊 尤其他所謂猶太同胞的攻擊 罵他說不害猶太人 然後替這個所謂Ackerman這樣的一個 重大罪犯者 好像是有一點替他的罪行收持 就是把他淡化 那他那人為了這樣的一個議題 他就在晚年的時候就開始思考 正式的比較有系統的思考 那個包括我們的新年活動 新年紅燈包括當然是這個所謂的思維 還有意志跟判斷跟我們的實踐 跟我們的實踐 政治的實踐 到底有什麼一個關聯 後來他希望透過那個judgment 來做一個主接 把我們的內在實踐 跟外在的這種所謂的實踐實踐 能夠做一個關聯 因為他在1963年這個整個理論的建構 基本上是特別談人在公共領域裡面的 政治實踐的一種所謂的意義 跟他的論理的意義 要到這個1963年 因為阿肯門的這個問題 他才Pose他進入了一個所謂的 哲學探討的一個領域 就是我們的心理活動世界的一個領域 這個台灣當然都有反應 有點反應得非常好 比大陸的意的好 就是這個 後面這個所謂的 還有他有一本寫得非常精彩的就是 Man in Dark Age 就是黑暗時代中的很美 你這邊的譯者也譯得非常好 你可以從 從漢奧倫如何去描述 他生活在那個黑暗時期的 能夠照亮人的生命意義的這些奏家 包括這個走開的很有名的 Ruthersburg 這些人的那種所謂的聖體 然後如何去在一個黑暗 極黑暗的這個事情裡面 去照亮人的生命意義 所以第一個重要問題是 他一生都關注那個 那個集權主義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 從1958年以後 他就積極在思考 就在後集權主義的那個處境裡面 到底我們的政治實踐 跟他的倫理到底有什麼樣的真實意義 這個問題很清楚的表現在 他1958年出版的 Human Condition 其實Human Condition 那個英文名稱不對 他的原來的名稱叫Vita Activa 就是人的行動的生命 他在講人的實踐的生命 這個等一下會講 就是說從那個Vita Activa 他怎麼樣去建構出 一般我們所說的政治的存有論 就是Vita Activa 就是Vita Activa 就是Vita Activa 這個基本問題 這個你一接觸那個 所謂的政治哲學 或政治學的話 你總是要問 什麼是政治這樣的一個基本意義 他那樣提供的一個 屬於 跟我們現在 現在那種所謂 學派分類的觀點來講 是一個所謂Civic Humanism 就是公民的 人文主義的 或人文主義的一種政治理念 對 就是文力呼興那個時期的 對 或者從Cicero 就是從那個所謂的 羅馬共和西齋羅 那個聯繫下來 對 當然你可以更早 推出到那個 埃州的那種主義學手 而且他在 他在那個 經過威瑪 一直到這個 1932的那個 那個 那個所謂的 那歲興起的時候 他很深刻的環境 威瑪當時候所實行 那個憲政民主 跟大義民主的一種 所謂的 缺世 這個缺世就是 如果缺少公民的反抗的話 這個民主 現在我們所採行的那個 那個大義民主 台灣現在也是 憲政民主跟那個 所謂大義民主 很容易滑向那個 所謂寡國政治 對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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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權利被 具有權利的 必有錢財的 財務的 這種所謂的 家族 或者個人所 農村 所以他一直 強調那個 要有的那種 活躍的 政治的那種 所謂的 實踐的生命力 這是他在1958年 那種 很重要的 比較有系統的那種 那種 所謂 政治哲學的一種 理論建國裡面特別表現出來的一個基本觀點 第三個 就是 你們看過 Denning 1963年 當然這個 審判是在1960年進行 然後1963年就寫成了 艾克曼 一個 我剛才講過 他對艾克曼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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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行 提出了那個 跟他的 罪行的原因 是那樣 切少思考 切少思考 就是 切少 罪意的能力 等著記憶能力 最後 切少 判斷力 所以他 因為 切少思考 所以 就 讓他 在一個特定的時段裡面會患下嚴重的罪行 最後你們知道那個阿倫最後是提出的一個 就是他那個阿倫的罪行是以那個against humanity 就迴反人性的或人類的這樣一個罪名去定罪他 現在當然一般採情的現在在這個國際法庭裡面 如果牽涉到那個種族屠殺人 都會以阿倫這種所謂gainst humanity來作為一個 入主的一個基本的quity 所以這個三個主題以後的了解是他一生很concern 一起在一起的去追求解釋的三個基本問題 那他的對那個所謂的政治跟道德的問題 讓我非常以後的就是 他在1963年在產世那個公民的政治的參與跟政治的實踐在公民的意義上 他特別把那個道德給開除 最有名的一句話就是他在1963年寫什麼on revolution 這邊我有提出來 在解釋那個 你們知道那個 那個 法國的那個革命 在1794年的時候 進入了所謂的恐怖統治 斷刀台高群的 然後人頭落地了很多 大概 大概 1794一直到1795 大概 送上斷頭團的大概 快一萬 短短一年了 所以 潘拉爾把這樣的一個 這種所謂的時期稱為 Tero or Virtue 美德的恐怖統治 我們當然覺得美德是一個好事啊 為什麼會造成那個 這個所謂的恐怖統治的這樣一個結果 他特別透過對羅伯斯底 羅伯斯底 當時候是雅各賓 當時候很多政黨 最後 在政政裡面 這個所謂的勝出的 雅各賓的那個領導者叫羅伯斯底 歷史出身的 剛正不惡的 知道 不胡話不貪污的 了解了沒有 這樣一個人格 然後組長 組政的時候 他祭出了那個 所謂的絕對道德的字 所以他當然在解釋這個 這個 這個羅伯斯底爾的那個 Tero Virtue的時候 講了一句話 就是任何一個統治者 或領導者 是想把絕對的善 那一句話 後結對的道德 引進這個 所謂的政治聯義 當鬥 政治治理的一個 基本聯則的時候 祝一項故 他當然贏了 譬如說 那個 他很喜歡贏小獸 你知道嗎 剛剛很喜歡看編劇 跟那個 那個薩斯比亞的劇奏 還有這個所謂小獸 他贏了那個 那個白經紀的作者 叫馬爾威爾 馬爾威爾有一本小獸 短篇小獸 叫比利棒 比利小獸 它裡面塑造了一個 結對善的化身 就是比利 一個是結對惡的化身 叫克克 最後這個純真 結對善的這個 這個比利 最後在困恨之下 把這個結對惡的這個克克 給殺死 就犯了這個 所謂的 我們一般在 這個 政治世界裡面的這種 所謂的化小 跟法律 所以最後那個 那個 具有美德的 具有德性 這個船長 最後忍痛把這個 純真如血的 結對的善的化身的 就是比利給出教訓 另外它還用了那個 裡面應該讀過那個 Dusso的那個 Hois的那個 罪法 裡面有一個 非常有名的一個 metaphor 一個藝言叫做 大宗教神 審判官 就是基督帶度來臨的 然後遇到了那個 地面上的那個 教訓 教訓最後說 請基督再回去 因為人們忍受不了 你那個結對之善 結對是道德的這種理念 所以 他用這個來特別 呃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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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實說 那個結對的善跟結對的 道德裡面是 是不能當做 治國的原則 對 他認為這個 治國的原則 不是產生虛偽 就是產生 後悍 等一下 我會特別去 去訓息這個 可是 他當然把那個 政治跟道德 分開來以後 很多的評論者 認為 他是一個 道德懷疑主義者 當然 也有 甚至有人說 他是一個道德 和西武主義者 可是我不認得這樣 因為他從那個 1952年那一本所謂的 基督主義跟檢驗這本書 一直到後來 都一直有他 他嚴肅的那一種 政治跟道德的一個觀光 可是 他在講 政治實踐的道德的時候 不是我們所說的那種 結對性的道德 也不是中國儒家所講的 良心的那種所謂的道德 最後他在 在這個 埃格門 這個承判以後 陸續寫了很多 才是那個道德裡面 尤其是良知道德的這個文章 Thinking and Moral Consideration 是當時我在讀的時候 給我衝擊很大的 一篇文章 還有正式地面對那個 Morality的問題 所以 他不是一個 道德的懷疑主義者 他 也不是一個道德的虛無主義者 而他的理論裡面 有很嚴肅的道德跟倫理的觀光 只不過 他認為 道德 一般我們說道德 跟那個所謂的政治實踐的 這個所謂的倫理要起舞台 所以我今天以這個 作為一個切入人 問題的切入人 來講述他的 這個 所謂的政治實踐 所以我的標題是寫 政治實踐還有 道德良知跟判斷 他當然 他對政治的 那個 所謂的 在政治常義裡面的 那種作用 有很深刻的一種疑慮 而不懷疑道德的存在 所以 你如果要 移清楚 他那個所謂 Morality跟Polity的關係的時候 你首先 就必須要了解 他怎麼要去產生 那個 What is political 這個地方 所以你們如果有 有那個 那個獎益的話 你們可以 翻開第二頁 我第二段在講他的 政治實踐有學 其實政治實踐有學 看起來 很偉大的名詞 這個有時候把它換成 政治本體論 其實回答一個簡單問題 就是什麼是政治的 跟一般的 所謂paric 有趣味的問題 所以 簡單來講 他讓人的 所謂的 在回答 當然 法律的paric 當然法律的paric 有很多的類型 跟他同時 跟他同一個時代的 你們如果讀政治哲學 你知道 魏馬共有一個非常 結束的 而且偉大的一個 法學家 叫Kashimin 後來1933年 跟台東有一樣 投稿 投稿那個 那個 那個拉稅 1933 那個1915年以後 也一樣 都受過審判 他在義中也寫了很多日記 那個Kashimin 他的政治的存留學 就跟他那二人就完全不一樣 知道嗎 然後 自由主義也有 他的那個政治存留學 對 然後你說 柏拉古 也有 所以 一記錄到那個政治的誰 都必須回答 最根本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把他的那個 所謂政治存留學 有一個所謂的 基本論點 先大度說明一下 其實他是以那個 人的個體性 而且個體性是單一性 他非常強調的個體性 跟多元性 多元性 多元性 這個 A.R.老師 就那個 人的那個 所謂從你的 膚色 從你的種族 從你的那個 生活觀 從你的價值 對 還有 你的 種種的其他 所有的 包括你的性格 基本上都是多元性 這個是 他那人在建立 他們的那個 最基本的 他認為 人性的尊嚴 人的那個 尊嚴的機會 就是要保持 你這個所謂的 自由性 就是你 獨特的 個人的那種 特殊性 另外一個就是 你的那個 所謂 動員性 你必須要跟其他 跟你不同的人 來往 溝通 交往 建立存留學的一個 基本的觀點 所以他特別強調 就是 以這個為基礎 然後開始進入 說明那個 所謂的政治實踐 跟他倫理的意義 所以政治實踐 就是在公開的 所謂公共的靈異裡面 去表達你自己的恩性 你知道嗎 所以 其實不是在私底下 而是在 譬如說 在台灣就是在那個 在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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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 自由觀察 你做一個 政治行動的 在那個 所謂的廣場裡面 去表達你那個 大家非常 讚同的 非常 喜歡的 給你 掌聲的 這樣一個 典禮 表達出 很高貴的 行動 所以他認為 人的 生命的意義 他其實 是一個存在主義者 所以他認為人的 存在著生命的意義 是 表現在這個 場域裡面 表現出你那個 所謂優秀的 秀逸的 excellent 他用那個 古信號叫 Eryta 來說明 就是 任何公民在公共的場域裡面 所表現出來 所謂的 很 high quality 非常的 所謂的 一年注目的 或者是對我們的 政治 所謂的 生活靈異有改進的 這種所謂的 行動的表現 而且是透過 原理也透過 行動 所以他在 他在講這一點的時候 特別強調 在公共靈異裡面 在判斷 這個所謂的 原性的excellent的時候 不是判 不是道德的判斷 而是用 他用偉大 great 跟glory 榮耀 這個當然受馬基人的影響 因為 他的思想在這個共和主義上 很受這個 馬基人的影響 所以他的判斷的準則就是 光彩多目的 榮耀的 而且 會讓以後的使天家 記上一筆的 說 A號先生 A號教授 某某人 在這個 所謂的 那個 總統前面 表達出 哇 演講了一次的 非常偉大的演講 就像 Terry Kriegers 在那個 所謂的 Telabonisia 的演講一樣 所以他是要 能夠留下 那個 所謂immortal的生命 所以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政治實踐 不是單獨一個人 他第一個模式就是 人一起 共同合奏的行動 叫act in a control 就像我們 集結起來 譬如說到 到那個 廣場裡面是表達 對政府的一些政策的不滿 或者是 政策的不義 所以他特別想像 那個公民的結社 就Sivile of CCS 公民的 那這個公民的結社 基本上 他是認為 就是 主要公民結社 在結社災集的話 就有 產生所謂的 很巨大的 一個 具有潛在的 potential power 他認為 認為一個政府的 那個 正當性的基礎 必須建立在 公民結社 所 集體出來的 而形成的一種 套 了解沒有 他跟一般人講 套 不一樣 一般炮 我們在這件事情裡面就是 壓迫啦 支配啦 可是他在講 炮 是講公民 在公共人員裡面的結社 而 靈體出來的那種 威力量 這個叫炮 當然 他也把這個炮 跟barge 跟authority 都分開來 他認為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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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 炮 不能用暴力 用暴力的話 就殘害了 那個 所謂的 炮的那種 所謂的 所謂的 有效性跟 但是 他這邊也 在 在論那個革命的時候 也不得不承認 就是在 某些必要的時刻 那個 那個 就像你要 推換一個 已經所謂的 士氣正當性 自己前衛的一個 政務的時候 你也必須用這個 所謂的 就是暴力 譬如說 一定是暴力 可是這邊 會形成一個問題 就是 你那個暴力要用 什麼樣的 criteria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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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的概念 翻成白話語 一下 剛剛提到的 那個 onthology 基本上 就是我們 平常的話語 來講的話 我們不把 分本體 或是這些 太說像 太複雜 他其實就是 關心到 什麼才叫做 政治 那不同的學派 對於政治的理解 有很大的問題 比如說對於女性主義者而言 男女之間大小事情 愛情之間的問題 也是個政治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對女性主義而言 凡人際的人跟人之間都算是政治 但是呢 如果說對於很多主流的自由主義者 他們可能會認為說 政治就是做一種分配 比如說 它可能是一種權力的分配工作 而且是政府要提供人民一些特定的服務 所以政治大概關係到這一些 那你聽過孫中山這些人講過的話 你會記得說 管理眾人之事才叫做政治 所以像孫中山講這種話 它就是代表說 政治就是好像有一個管理者 然後有被管理 然後有一個上而下的關係 但是呢 俄蘭的政治的概念 基本上是比較傳統的 剛剛蔡老師說 基本上從古希臘的開始 亞歷斯多德開始的 政治的事情就是關乎整個國家 整個公民全體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他是polis polis 政治 原本這個詞字 它意思是polis polis也就是社群 或者政治社群而已 所以俄蘭的想法是一個比較古老的 原本很舊的 很古希臘的這種 眾人聚在一起的時候 然後一起來決定 共同的生活要什麼方式 而且是共同決定自己的命運 那這個就變成是政治的概念 而不是預設了 有人要管我們 然後有一個上而下 或者是 像我剛剛說的女性主義的概念 那也是說 有一個特別的機構 來提供什麼樣子的政治服務 那並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俄蘭的基本的概念 它也講的這個本體論 基本上就是一個比較古老的 然後認為公民聚在一起 就會有一定的力量 那那個力量就跟傳統上在講的政治的力量 會有一點不一樣的觀點 那就是一個社群 唯有所有的公民共同聚集起來的時候 然後有參與那國民聚集起來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也就是說 有一個比較蓬勃發展的政治生活 而且是每一個國民都可能可以參與那樣子政治生活 那才會是一個可以避免不要代替政府 到最後會走向奴才或者是進步走向極權的這樣子一個可能性 那這個是剛剛蔡老師在講的 那我們也小心一點來做一個簡單的區分 不同的學者不同的思想家在使用自己的說度 他很特定的意義 他特定的自己所賦予的意義 那鄂蘭呢 我們剛剛講到現在呢 鄂蘭他的道德的觀念跟政治的觀念 可能跟我們一般有一些人來講 可能會有一些不太一樣 除了剛剛說的政治的概念 就是整個公民集體的 而且是可以共同開創我們自己的未來 以及共同決定我們的命運 這個才叫做政治 那他的道德呢 也跟一般的有點不一樣 他的道德是變成是私領域的事情 才是叫做道德 那所以當他取得這兩個部分的時候呢 其實是很嚴格的用法 可是鄂蘭還有一個叫政治道德 或政治倫理的概念 那就是在政治領域裡面的一種倫理 就是在政治裡面還有一種特定的道德是 人身為一個公民的身份 以及整個社群 共同聚在一起 要決定自己的事物動力運動的時候 的那個東西 那個行為主責 然後等一下蔡老師還會繼續講這個部分 那還有剛剛呢 有講到 講到法國大革命的時候 其實我想提醒大家 前陣子如果有看到 那個 那個 悲慘世界 你們就會發現 悲慘世界裡面有一個非常的奉公手法 而且是道德標準非常高 是絕對道德的那一個人 對不對 有看到悲慘世界 後來他那一自殺 當然 我想 就是 現實生活中 這樣子的要自殺其實相對比較困難一點 因為他們非常的自我感覺良好 可是呢 在 那個 那個 反正如果他們還讓他自殺了 所以 你會覺得 有這樣子的嗎 就是這樣子 你就突然間有一個盾物 覺得你要跳 跳下去嗎 這個比較不唯一 但是 其實那也就是 在法國大革命的時候 這一次以來都是 都是法國 或者是民主裡面的一個 老問題 就是 我身為一個奉公手法的公民 我 我當然就是正義的 我就是正義的這一方 然後我就是做一個壞人 那壞人 就是壞人 把自己只要犯的法 也就是叫做壞人 所以我以正義之名 我就是要把你繩盡依法 然後 這是一個很高很高的道德標準 可是這個道德標準呢 當他變成非常絕對之後 他可能會產生另外一種的反效果 然後就是蔡老師剛剛講的那個 Tar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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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這一種 原本它是一個德性 是一件美的事情 好的事情 當你進行到底的時候 而且進行到六七五任 然後沒有其他考量的時候 那反而可能會對於那個個人 或者是對於社會 可能會造成不好的影響 那 《悲慘世界》也在講這件事 剛剛 蔡老師也用了自己的不同的例子來講 然後我想就是 做這樣的補充 讓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那我們帶回到那個政治 基本上去關乎偉大的 然後這一種 對於一般的理解去有不一樣的 好 謝謝那個 蔡老師的補充說明 讓他那個這個 我講的更明白 那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點 他當然在講那個 Party的時候 特別去分了那個 這個Public跟Private 你知道嗎 任何屬於Private的事物都不能被曝附在 這個所謂公文理 哪些私密的東西呢 來你的情感 親密的情感 你知道嗎 所以 他讓人開玩笑 他一直希望我孩子 可是最後 因為年輕大 經過那個逃亂的過程 所以等到要有孩子的時候 他已經變化勝利 那他在 這個Human College的時候 講了一句話 說那個孩子出生的時候 因為你的錢 他已經被曝露在公文明明 所以 你跟你太太的情感就消失了 他特別強調就是 忍了那個心意的情感 包括你有一種 他特別在 在Moverevision講的 那個Compassion 悲憫 你知道嗎 對 也不能是 展露在公文明明 結論的善 也不能展露 因為 以基督教的方法來講 基督教的方法來講 善是要隱匿的 你知道嗎 所以他 他的那個 其實 而且他也特別強調 就是 小孩子不能 在他成長的過程裡面 很早就 暴露在公文明明 所以他說 明明產生不了 那個偉大的厚膽 就因為他太早 暴露在 他父親 父子輩的那個 政治或公共明明 他又一個比例啦 就輸的長成 當然要一個引力的部分 就是根部 那個是看不見的 可是你根部要能夠 然後不讓他暴露出來 你那個素材都會長 所以他特別 安格的欺負那個 Carpy跟Carpy 所以剛剛 要講那個 理性主義 他是不會贊同 他當然 雖然一個理性的是 他不會贊同feminist 他曾經自己這樣講 說他生了一個女 是非常快樂 比如說煮飯給 這個先生吃 然後 先生去上拉克的時候 像一個老媽媽一樣 照單他們喝紅酒 然後一起討論康德 對 他覺得這個 不必說去 說要去 像那個 跟他剛剛講的 把所有 Personal 又變成這個 Politive 這個 特別是在後來 美國那個 Feminist 對他的那個 所謂這種 Bundant 的 批評 所以他 堅決 所以他 很嚴格地去去 那個 公文裡面 公文裡面 你們想一想 你們如果一個 親密的性感人 如果 被酷光 那不是很尷尬的 對不對 然後 那個 公文裡面 然後 等一下 會講 那個 那個一個 道德 高超人 不會在公文裡面 講說 我是多麼的 批評 所以那個 結論的上 給你 這些都必須是 好 欸 你要怎麼 沒有 我只要說 從 二黨理工業來看的話 就是 在公共場合 表示 附近 恩愛的 這些其實都叫做 政治行為 就這麼簡單 那就是政治 那 雖然 雖然他在解釋的時候 有基督教的觀點 因為那是 耶穌說的 你 你左手行上的時候 你要給右手知道 這類的東西 但 這個區分的話 對 二黨來講的話 這其實非常的 嚴格區分的 變成是 我們 我們每一個人就是 有一個 私密的 那個空間的存在 但是呢 在公開像這樣的場合的時候 我們是另外一個 我們 其實也就是 這個時候 我們就是公民的身份 在互相揮上 這個時候 我們在公開的場合 然後 我們就是 都有一個共通的一個身份 就是 我們的共分母 我們是在這裡的公民 然後就是 以這樣子的身份 互相在交往 他跟私領域是不一樣的 等一下我 在第三段的時候 會特別在講說 他怎麼樣把 依照那個 公之靈異的 那個區分法 道德跟 跟那個 所謂的政治問題 可是這個不是 表示說 他有反暴的 他所講求的 他喜歡用歌詢 和諧 和諧 他是特別強調那個 political 跟 public的歌詢 在1963年之前 他至少幾二十分 在 基本法定性 跟後來的 這個時候 一個就是 courage 他認為 政治的 那個最高的一種 德性是 勇氣 因為你要從私領域 走出來 到公共領域裡面 去表達 你對那個 所謂我們這個 生活這個世界的 看法 那個是要 極大勇氣 就像 你 必須要結合成 這個所謂的 結社 要去 對這個 政府 既定的政府 或潛力 潛力抗拒的話 那也是 必須要有 所以 他的政治的倫理 或政治德性的 第一個 重要的德性 第二個 就是 Frenching 友誼 政治上的友誼 他 他認為這個友誼 基本上是 表示人皮子之中 彼此之間 對其他人的尊重 不是情愛 是尊重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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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 他的那個 政治的 存有學 跟他全面完全不一樣 他全面是講 那個主權者 就 所謂的 階段 地外狀態 而且階段 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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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這個 最緊張到 可以發生戰爭 然後特別強到 那個所謂的 人民的那種 所謂的 自決權 所以 其實 哈群運 跟那個 凱德格 其實 最後會投靠 投靠 那個 所謂納粹 其實很簡單 雖然他們的理論 非常互相 非常抽象 非常詳細 可是很簡單 民主的認同 民主主義 只不過他沒有 調強到說 希特勒 把那個民主主義 轉向那個 所謂的 這個 種族主義 而且 其實西方 緩流的 那個種族主義 從 中古世紀 就 就 就一直不斷的發生 很簡單 你在 郭泰銘的國際 他似乎金山 所以 變成那個 擁有很大資產 那在 中古世紀這些 黃氏 沒選的話 就去 天天向這些 猶太人建成 那 後來 國債 害盜了 就像我們現在 國債一樣 那最後 黃氏 怎麼辦 最簡單 一定要 把那個 猶太人就 給欺負出監 要不然就是 把他殺害 在 英國在愛德華 遺失的時候 就幹過這種事 而且他在 破壞猶太人 就製造很多的 這個 有關猶太人 邪惡的 那種 那種所謂的類型 譬如說他會 寄金啦 用嬰兒啦 用那種所謂邪術 等等 就 不明白整個 猶太人 其實猶太人 就是西方很環遊 其實不是 不是那個 西勒才開始的 你翻看那個 西方的 這個 這個 這個歷史 就很明白 我在 用本讀書的時候 他們還有一個 一個紀念塔 這個塔就是當時的 王室把那個 猶太人 你知道嗎 聚集在那個塔 然後從那個高塔裡面 然後丟下來 用這個方式來解除他的債務 然後那個 西勒勒在主政的時候 出到那個 猶太人有陰謀要征服全世界 你想想看 在德國那時候 那邊打財跑都是猶太人 然後邪術界 你可以算得出來 然後 威恩大謙的那些偉大的英雅家 包括 西里溫馨家 你會數得出來 馬勒啦 郭羅伊德啦 胡塞爾啦 包括 Brentado 這些所謂那些 都是所謂猶太人 阿恩斯坦猶太人 維根斯坦是猶太人 你說在德國 如果看到他 又掌握那個 那個財政 你知道嗎 社會的財務 又掌握那個 文化的創造權 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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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什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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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這個 這個 這是 這個 不基督的教義 他不是宗教 他讓我們有一個很基本的 一個問題就是 很多的他的朋友跟學生 不知道他是不是信仰上帝 他有沒有上帝的信仰 他的學生裡面有神學的意味 可是他到底有沒有信用上帝 可是他他死後也沒有一個確定法 不過他在講那個所謂的政治的德性的時候 他特別從耶穌基督的教委裡面 特別提出了Parmis跟Fortureness 承諾跟所謂的快速 這個我們講那個判斷的時候 他最後其實講到判斷 他說任何判斷都留有快速的空間 因為人都會判斷 判斷才會判斷 等一下會成 所以他在至少在1963年 在講那個所謂政治德性的時候 他提出了這幾個屬於公共領域的這種所謂的德性 我們把它稱為政治文化公共領域 接下來我就特別去講他 這個所謂怎麼樣去分析或者是對道德的一種介手 其實Morality這個是非常寒問的 他有時候跟Edic有時候非常不清楚 然後Morality基本上我們如果讀希望的道德學手的時候 知道康德以後就Morality變成個人 道德定靈地靈 所謂道德制度以後 他人在從1958年 Human Condition一直到我滿年 他提到Morality 基本上我 我有想 就是整理出這下面的幾個意義 第一個他讀了Morality 意思是來自大令治元Morality Morality就是這個所謂的共識習慣 一個社群的那個經過長期演化和形成 並為其成年共同遵守的習俗或成規 當然這個道德就有文化跟傳統的含義 所以所謂的道德 在每日常生活裡面就是追隨那個社會主義 所以你違反那個社會的經濟的話 你會覺得秀貴 你知道嗎 不見容於其他人 這個給你有一種所謂的 人和上或者是作為上的一個意義 這個阿倫特別強調Morality 是這樣的意思 從那個大令治元 第二個 就阿倫在那個 1963年裡面 63年以後特別去思考了一部分 就通過自我的對話 而體現出來的良知 所謂自我對話 是我跟我的對話 對吧 那個他在講Tinking的時候 特別強調 人有這種能力 就是你那個這個 夜幕低垂的時候 你躺在床上都會想到 你自己白天做過什麼事 就開始了一種反思 這個反思 不是跟你在自常生活的世界裡面 跟其他人的對話 而是跟你自己的對話 對話裡面就開始有這種 所謂的良知出現 那你說一個有道德的就是 你那個我跟我 這個兩個互相對話的 不會產生 爭混 不會產生鬥爭 不會產生失和 這樣才 不會有不產生失和的情況 才能夠保持你的 所以他特別強調你要了解 那個 那個所謂的道德自我對話 他當然說 這個政治哲學家或者是 哲學家其實講得不夠精彩 而且講得很 dry 你知道嗎 他建議大家去看那個 馬克白 莎士比爾 一個就是杜斯托爾斯基的 他一直要看杜斯托爾斯基的小時候 就是最以華 那個為了那個 他的那個所謂的 黃公太太長他的皇家 就是把那個黃公公給幹掉 然後他的一個 一個自我被捷的一個 一個那個 那個所謂的收拾士 然後我們可以在沙灘湯 殺掉幾千亂的 遺人 我為什麼不能殺死 這個是掌握那個皇家 我非常討厭 這樣一個老婦人 可是 那個對法最重要的就是 那個主人 幹掉那個老婦人以後 他開始進入了所謂的 這個我跟我自己的對 最後你要解脫那個 解脫那個 我跟我自己無窮的那種 所謂的 糾結困頓 讓你的道德有一種 自我有一個觀點性 你知華人或怎麼樣 自己在街上受我犯罪 最後那個 對法的主人 就是在街上喊說 他是犯罪 所以被 被這個 被這個所謂的 老百 放到那個西伯利亞去勞港 透過那個勞動 去救贖他自己的罪 所以他讓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道德哲學家 或者是哲學家 在講那個道德的時候 實在講得非常的出來 這個我同感 你知道嗎 所以他建議人去 讀那個小說 或者是起座 尤其是 古夏列強 所以他從那個 自我跟自我對外 產生的道德良知 就提出了 蘇格拉丁的 在國中 在國中 從提出來 兩個基本的 屬於道德良知的信念 或者是 合理一個就是 連死 連中他人不義的傷害 也不願意傷害別人 你傷害別人的話 你的自我就會 產生分類 你的自我 跟第二一個 傷害他人的自我 就沒有辦法合理共存 他的意思是這個 第二個就是 就是 民喚眾人 也不願意跟自己適合 這是 良心道德的一個 良知道德的兩個絕例 就是從 這個 剛剛從那個 讀法拉丁對阿倫 裡面的 郭格拉丁的手 手引到出來 這變成 他在還人寫 那個 那個 在講到那個 思維跟道德 對 這個 這個問題的時候 特別提到 他那個呢 埃格拉丁就 切手 知道嗎 他沒有另外一個自我 跟他對比 因為他已經沒有 失法能力了 所以他所接受 國 研手跟這個 所謂的政府的命運 他缺少了一個 自我反思的能力 基本上是說 這樣的一個 命運是不是正當 他缺少這樣一個 反思正當性 就是 一面的 無從那個 嚴守的 命運或法力 這樣 就等一下我會再解 所以 阿倫認為 那個良知 與道德 其重要只是在於 保持個人 那個道德的完美性 第二個 道德乃是 無從上帝的神聖 例如說 不能殺人 跟奏衛症 對 這個 上帝的神聖之法 是在 中午世紀 構成 道德時間 跟自治的時間 一個最重要的 一個 具有基礎性 或基因性的一個 原則 可是阿倫也認為 這個大於 事實化的構成 已經喪失掉 所以 艾可文的一個 辯子說 他雖然接受 元首的命運 國家的法力 可是他還認為 國家的 跟元首的法力 跟法力 不是上帝的權 他自己也知道 你知道嗎 可是他沒有辦法 去反思說 阿上帝叫你不要殺人 可是裡面能殺的有百股 而且氣敵無殺人 然後 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共產黨 史拉里統治的時候 奏衛症 那莫斯科審判的時候 就是 偏偏找一些 他的 要趁華 或者是 鬥爭一個人下台的時候 他是去找他的 同志去當衛症 你知道嗎 不進攻那個 我們所謂自由主義的 那個 那個 正當主席的原則 可是後來 他拿了之後 這個 納粹跟史拉里統的 共產主義 和紀念主義 把這兩個 建議給完全 配完 所以 一個是 你被殺人 一個就是 你被 把上帝的建議給殺人 所以他 他對那個 道德為什麼非常有 因為道德 基本上非常脆弱 經不起那個 強大的 那種 所謂幾點式的 政治的 那種 所謂的 勢力的一種 脆弱 意思當然是 自然法則 如17世紀 那個Hobst 所提出來的 通過人的 這個理性 可以發現的法則 這個法則是 普遍 不正自明的 如 這個 生命以殺人 自我法則 都領過我們 到 這些所謂的 在期待上帝之華 建議起來 一個所謂的 以性自我 他當阿倫沒有特別去 去 講這個 自然自我 不過他對自然自我 有一個基本的觀點 就是這個自然自我 其實對人 沒有鬥大的約束力 因為他缺少一個作詐 而且人本身的有限性 所以 這個法 也不容易被人所持 而且 這個法 如果要露實在政治的這個 這個 社會生活事件上 很多的 分歧的解釋 這Hobst說回來 為什麼 要有一個 組繭得出來 就是要解決那個 自然法的 解釋到的起義 解釋到的起義 的話還要產生 人情之間的 抗爭的緊張 第五個 康德的道德之力 跟那個所謂的 呃 這個 墊平率領 就每一個人跟一起 善良的意志 不不一樣 以理性 理性 自我確定其 一個普遍得到的法則 這個簡單來講 而且 絕對的 普從這個 這個所謂法則的 主打跟秘密 這個 這個法就是 人的道德 實現的不常命 category impair 然後 然後他 裡面有一個 就是不能把人當中 是 手段 而且 都所謂目的萬光 可是 安達爾為什麼 對這個 康德的道德之力 會有懷疑 埃格曼 在受審的時候 法官問他說 你不知道 你這樣的一個 作為 違反了 那個 所謂的 康德的 category 可是他怎樣解釋 埃格曼說 這個category 在我理解 是絕對 所以 所以 安達爾人 就是認為 這個 康德的那個 個體主義式的那一種 道德的 康德的那個 道德的路上面呢 也有他的 威脅性 Follow這個路 可是這個 如果他不曉得 那個 康德的那個 很 很衝動複雜的 一個所謂 適備過程 很容易就被用詞話 之為 法治 服從這個 國家法令 服從這個 絕對性的 道德之力 所以第三 那個 道德跟政治 實踐的問題 剛剛你講過 在實踐 在解釋那個 實踐的政治意義的時候 特別主持個人 人性的秀儀的 自我彰顯 以及人 替子合作的行動 來體現在公共領域裡面 在可文件的 這個可看見 Visible 在技場上表現一樣 可以由觀眾的領域 欣賞跟探斷 事故 法不可彰顯 而且必須引力的事物 如人深切的清難 然後你之間的那個 輕易的情愫 悲憫 受難的悲情 以及內心的事件 如心思 動機 意象 都無法曝露在 行動的公共領域 一旦曝露 他那樣特別強調 就喪失他的 Oddentisting 所以 他這邊 這被贏了 天使基督的話 這三頁呢 如果不被 摧毀的話 就必須絕對的 自我引力 就如同我們所知的一個 真正良善的人士 不會在眾人面前 大還不慘的 所有自己都不能良善 另外 你看 俄蘭也從 美麗為麗的 政治思想裡面 去講到 就是 如果道德適用於 政治的話 就會有 很多的 寒魂心 這個我不太 你讀一下 那個 Prinx就可以知道 所以 另外就是一個 君王 一旦 以基督教 絕對性的道德 作為 政治 治理的 基本人者 他不是帶來 政治的 靈異的虎化 宗教 是道德 就是 宗教 之間雖然不虎化 但是 補持了政治 會互相 補持 第三 他用那個 剛剛我提的 那個 Teller Abortion 最主要是 他領導者 這個所謂的 美德就是 這個 羅斯比爾特別強調 就是 美德是 跨國公民 對那個 革命大院 及其領導 抱持絕對的 正誠 和熱愛的道理 這種 所謂的 講求內在正誠 以阿易 動進的美德 他那人講 一旦 你還適用你那個 政治領域 就會 造成 極大的政治的災難 中國 其實也是 講 那個犯罪不同 犯罪的事實 講到你 動機的時候 中國有一句話 叫做 住信 殺你的信 從動機 去講 你到底對皇帝有沒有中心 這個是最恐怖的 恐怖的一種 所謂的行為 所以 他那人特別想像 就是說 那個 那個道德 絕對性道德 譬如像基督教道德 被放在那個 政治領域 我們也知道 搞出了 那個 從那個 路德 宗教改革 一直到那個 持基實力 長達幾百年的 那個宗教戰爭 每一個人 都認為 他 他的良情是直接 那個 所謂滅絶上帝的 所以他 他所表現出來 就是上帝的真理 那誰是真理呢 所以為了那個 所謂的 誰得上帝的真理 互相的 震動了幾百年 互相殘殺 最後 終於明白說 這個良知 是不能放在 那個 那個所謂的 公文領域的 所以 那個 浩子就是 開創這樣的一個 把道德良知 放在 士領域的 第一個 這個所謂的 哲學家 他認為 一個人 只要 就是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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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沉默的地方 忍就忍吃了 不會追究到 你的那個 道德良知 這個是 厚子的 所謂的 開創那個 現代性的 道德政治 或政治文明的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體驗 良知在內心 誰知道 你知道嗎 他那個 常常講說 有道德良知的 通常是沒有道德良知 他講大師 大會的 公文是良知 所以 那個 自由主義特別強調 就是 國家的 制度一定要有 法制 你知道嗎 法制要有一定的 程序 而且 他在講 法律的法律的時候 是講 法律 他是從 企業論的觀點 是有主義 從 法律 你那個 領導者 如果以下的人民部 法律 已經上升 統治的正常性 你們獨一獨 法律 就得知道 因為 透過企業上去的 就是我 授錢給你 讓你來治理我 這個是 法律的關係 所以 更講 更進一步 一個上司公民 對他信賴的 那個 那個所謂的 統治的已經變成 Killer Killer 你的話 本人就有 全力去把他推翻 這個 肉特 比那個 比那個 厚子更激進 那不不用講 是手 所以他 他特別 就 特別把那個 這邊我特別帶 最近我才比較好 的 那個 那個 政治跟 跟 道德分離 不是說 漢納爾就對 道德一種懷疑 或者是一種 道德性主義 他是 討論說 我們在公共領域 有北以 我們剛剛所說的 這些 私人的個人道德的 一種論理 這個論理就是 勇氣友誼 你知道吧 還有承諾跟快速 你知道嗎 當然 他可能還有一些 一些觀點 不過 他基本上是 特別談到 我們在公共領域 當我們 視為公民 在這個領域 互相集結起來 互相 行動 互相結合 互相行動的時候 要表現出這樣的一個 性 Parmice 就是 他說 他是透過人的 那個 政治實踐的網絡來講 說人的 那個 所謂行動未來 是苦的事 所以你必須 keep promise 你必須 互相 他用那個 那個 五月花的 做例子 就是當時那些從 英國移民 要去新大陸的 就在五月花上 就互相下承諾了 我們這一批 從那個 所謂的 專制 統治下的 所謂人民 現在要到一個 新大陸 我們互相承諾 要建立起一個 自由平等的社會 這個就是承諾 寬恕就是 每一個人都會寬恕 可是你如果 要跟你的同儕 要互相再繼續的 成為政治的一個夥伴的話 你就必須寬恕 因為每一個人都很脆弱 每一個人都是 有限的 其實他在 整個政治哲學裡面 一直強調人的有限性 跟那個所謂的 道德的脆弱性 因為這個從那個 那個 威馬共和一直到 集體主力 他 他自己 深刻的一個感覺 所以他為什麼在 在戰後會特別去強調 這個屬於 這個所謂的 所謂的 所謂的 這個理由 然後第三 第四 就開始進入所謂的 他晚年就是 1963年 因為 Trial 所謂的 所謂的 引起很多的爭議 所以就 這個 進入了一個 人的 內在不可見的 那種所謂的 所謂的 痕屍冥想的世界 其實看我們的那個思考 跟那個意志的主機們 到底怎麼意志 可是他還是關心那個 政治實踐的那種德性 所以他要從那個 我們每個人的那種 內在的領域 要跟外在實踐事件 要有一個關聯的時候 他必須透過另外一個機能 這個機能叫 什麼 判斷 判斷最難 你知道嗎 你們都知道 我們最近的政府 判斷廠長失誤 所以他是沒有那個 沒有 安安所說的 在判斷之前 你必須有一個 審議 就是思考給你 每位去審議說 到底這個 這個你所要 要決定的東西 或者是從外面接受來的 我簡單來講 因為這個 現在很複雜的 一個時候就是 到底有沒有經過 這樣一個思辨的過程 這個思辨就是 deberation 審議說 到底這個正當不正當 所以你要做出 很比較好的判斷 就必須經過那個思維的 那種所謂的 審思明辨 那個對錯善惡 跟這個所謂的正當不正當 那一個所謂的 關鍵的 第二個就是Wear Wear當然是 迫使你會去 發起一個行動的 一個最重要的 更嚴重 可是Wear本身 以Han Arm的關鍵來講 也有一種 仲才的 一種能力 就在眾多不同的 噴雜的相對碼的意見裡面 你必須做出一個 Diss in interest 無關宿利的 一種 arbitrate 就是一種 這個所謂的 裁斷 最後他才講到 從這兩個技能 才跟那個所謂的 判斷接準 因為判斷總是要面對 鑄身一個所謂的 非常具體的組件 然後呢 針對某一個特別的事件 跟事物 做一個恰當的判斷 那這個判斷 能夠恰當民地國 就要看你 有沒有經過 那個所謂的 思維的 de-rebracing 審議 還有這個所謂 Wear的那種 所謂的 這個仲才的 這樣一個過程 你才能夠下一個 比較好 所以 就讓晚年 特別去講 不過 那個 艾赫門尼 Jerusalem 有幾個重要的經理 剛剛A號已經很特別講過 就是那個 艾赫門被 被 這個 以色列特工 抓到以後 就送到那個 以色列的法庭去 他當然在這個 這本書裡面就指引說 那個 那個 怎麼樣 艾赫門 那個 以色列國家的這個法庭 有沒有權限去 去審判這個 這個艾赫門 因為艾赫門 犯罪的地方是在德國 你知道嗎 按照那個 這個 一般的美國國際公法的那個 主權跟屬地的原則 這個 這個 艾赫門應該是在德國 受賞 他提出這個疑問 第二個 可是 就是 大罪德國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艾赫門在萬下屠殺 猶太人的罪情的時候 猶太還沒有見過 所以他還沒有國家 真的是 以色列是在二戰以後才成立國家 所以 如果以這個處境來講 那個 以色列法庭是不是有權限去審查 或審判這個艾赫門 然後如果交回德國 德國的大罪已經複馬 那現在 記起了那個 阿諾德的那個 阿德諾 那個德國政府 是不是會基於那個 所謂憲政元系的 這種所謂原則 你知道嗎 對 承擔起這個 所謂的 針對單一的猶太人 是要把 猶太人 整個族群 全部給媚絕 他在 在 納稅族政的時候 屠殺六百萬 他的意思就是 要把那個 猶太人從地表上 給完全幹出 潘拉爾人認為 這樣的一個奏 已經違反了 他所堅定 相信的那個 人類 鬥衛族裔 或鬥衛的立場 因為人類 我們整個人類是由 不同的種族 這個 政治共同期過程 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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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罪行 就是當罪的罪行 已經很 很這個 嚴重的違反到 我們作為一個人類分子 所 要堅持的 有關我們 人性的尊嚴 跟他的 這個所謂的 人性的意味 所以 他提出那個 Against the Humanity 的一個罪行 所以在這邊 他把那個 正義原則 做一個 做一個 跨國界的 延伸 變成一個 普遍性的 一種所謂的 正義原則 可是 在 講到那個 所謂的審判的時候 他卻同意就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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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爾文可以在 那個 以色列的 這個所謂法令 受審判 因為當時沒有 國際法國 而且他認為 既然受害者 是猶太人的話 雖然當時他還沒 成立國家 可是 就正當性的角度來講 他還是可以 讓這個 所謂 以色列的 這個 這個 法令去審判 還有我們的 罪行 第二個當然 引起那個 那個 猶太同胞 氣墊的抗議 就是猶太制衣會 就幫助那個 最後成為 這個 這個 那個 最屠殺猶太人 一個共亂 這個我不談的 第三個 最重要的正義 是 懶太提晚 懶太太用ぇ 懶太太的 Fuck 最重要的 一般我們在 講說 一個人會換下 像 那嗎 像 要圖殺種族 或者是 把吃辯яли 把整個的種族 給圖殺掉 這樣一個 最判者 一定是一個 道德 人格 異常 就像 我們在小周見的人 他很清楚講 eat 奧 曹 會 總 Civic 就是那個Agora 一定會把它看成是一個Monster一樣 人格異常以這個所謂的殺人為樂 沒有什麼目的 殺人 殺人 它在那個鏡手鏡裡面看到的 那種Ciliar Killer 以這個所謂殺人為樂 從那個殺人被受害者的那個鏡頭裡面 在後的那個基督派感 就很Distorted的 要不然就是政治的片子狂 或者是那種所謂一絲平台狂的者 可是看到他很認美 他在華臉所看到的 他可能不是這樣一個人 是平庸道 不能帶平穩的一個人 他最重要的 就像他在Borizio Corretale 講到 當時有這個 所謂像蒂姆勒 還有那些所謂的高級將人 其實都是非常愛他自己的家庭 非常碰功手法 非常這個所謂的 熱愛他狗角 這樣的一個人 可是這樣的一個很平凡的人 竟然會慣下 這個所謂的前所謂 人類有歷史以來 前所謂有所謂的罪情 他他很特別去適合 所以他看艾爾門 基本上就是 是一個很平常 就我們在戰術場中看到 他只是關心他如果進升到更高的關階啦 然後特別一直在辯解說 他做一個國家公務 也就是一定要接受那個 聯手的所謂命令啦 不同國家的法律啦 然後他自己的辯白說 他認為那個犯亂的規矩 就是說那個 見面猶太人的那種計畫 也不是那一種 是很極端的 他也不是很贊榮 他一直叫Defense 那讓人認為這樣的一個人 他在 他在這個Defense 覺得說都是講一些款式 就是那些所謂的 老生常坦的這種所謂也看不出說 像我們在那個 小時候裡面看到的那個惡魔 譬如說胡適德 那個Mess Dauphine 裡面的這樣的一個 驚靈古怪的 思辨 很狡猾的 一種所謂的 所以他就提出那個本來的異國 這個本來的異國 他追究很一定就是他不會什麼 不會看斷 所以他只是盲目的接受 譬如說當時候這個整個猶太社群 沒有去特別替反對那個 整個國家被猶太人的那一種 那一種所謂的破壞 他就覺得這個理所當然 所以他當然在這邊特別強調說那個Moral 通俗習慣 當然是道德來也 可是那個 作為道德來也 這個Moral是既有危險性的 如果你沒有經過你的 那個所謂回到家裡 深夜的時候自己去反思 你在白天幹過的事情 那種所謂自我反省的良識道德 可以反思的話 很容易就換錯 可是他那些人對那個 後來他就特別強調說 善事的那個自我對他的思維 所以給最後善事的那個判斷 所以他晚了就開始 開始進入那個不可見的 我們思維的世界 因為你們在想什麼 我知道我怎麼能夠吃不透 每一個人都是磨磨在吃飯 而且孤獨的 單獨一個人在吃飯 所以他要把那個 不可見跟可見的那個時間 時間要把它關聯起來 這是他晚了做的 一種最重要的工作 所以他晚了那個所謂 他用另外一個大電視 叫Vita 可能 Requiver 就是人 總會有夠著那個靜觀的 靈思的 神思的這樣一個生活 這個生活是不可見的 所以他就透過現象寫的描述器 表示說 這個人 這個心理 有思維意識跟判斷構成 可是他特別強調 人的思維能力 有一種特別的 有一個功用或能力 人的思維 有一種特別功用的能力 可以從外界撤退 撤退到你的自我思維 所以我這邊引了 埃少伯論說 當人上市外在自由的時候 那個心理 會讓你從那個不自由的 那個情況撤退到你的內心 自由的變化 所以你雖然被奴隸 可是你也可以說 我是自由的 譬如說 學派那些偉大哲學標 都是奴隸 可是他 他在他的那個所謂 城市冥想世界裡面 他是種某的自由 所以人的心靈有這種 自我撤退到 你孤獨內在的這種 而且在你孤獨內在裡面 享受極大的自由 很多在集權主義控制底下的 人都是透過這樣的一個 一個所謂的 withdrawal of the world 來保持他道德 就像他的好處 他壓死了 就是如此 你當然後來 Hanaral有一個環境 就是你這樣子 是作為一個道德文 自求自己的那個道德文 那個上次的公民的責任 那公民的責任就是你要反抗 可是Hanaral就想 你在極簡主義控制底下 你能夠反抗 所以他在那個是 那個是 就是 就是那個 他嘲笑那個法官 法官問了那個 那個Hanaral 還有就是 一個所謂很無理的問題 說你這樣 那個所謂 那對統治底下 為什麼不抵抗 他當然在那個 那個 Toratarian裡面 Original Torat裡面 已經講了很多了 他那個恐怖統治 就是恐怖道你是要來你想像 你知道嗎 譬如說那面對一個 一個母親說 你有兩個孩子 一個一定要被送到 那個 集中院 叫那個母親 選一個人 你知道嗎 你這種母親 然後選一個人 然後你 為了要掩蓋你朋友的那個 所謂的 可能被視為那個 納粹的嫌疑話 你錢下來要做法 那就是傳統中國聯奏 所以他不把那個 整個那個 所謂恐怖統治的一個 秘密網網的 都透過特務的監聽 真是 你在那個處境底下 你能夠 表出一個英雄主義 他說這個是 人手不能擠 所以他不要求 在集權主義底下 的人 受這個所謂的 集權統治 統治的人 要 要 要稱為那個所謂英雄 英雄的話 你就要犧牲 所以他 非常瞑配 就是 跨國被佔據 被圍籍政府 治療的時候 那個所謂的地下情緒 還有 就是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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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收到 這個 所謂的 機動 所以 透過那個 那個 那個 所謂的 像 烏尼一樣的 狡猾 以及 那個 那個 像 地下情緒一樣的 像 似乎一般的 流氓 進抵犯那個 所謂的政治罪 當然 他最後就是 如果要抵犯的話 只能透過防止 如果在那個 那個 布滿那個 所謂特務的那種 那種 那種 正正的 那種 那種 所謂的 在處境底下 你怎麼叫 每一個人去表達 他的那個 那個 這個 這個是 氣球 就是說 藍人所不能 不能 所 就 折成人不能做的一些事情 後來他講到那個 因為那個 所謂的 1% 他再晚了就進入到 這個比他 抗爹 所以透過 這個 所謂的 思維 的一種描述 跟那個 包括這個 這個 Thinking 跟 Wheel 的一種描述 然後最後 是否見到 那個 那個 那家旗門 他是特別透過 康德的 那個 D3D5 所以特別講到 那個 那個 家旗門 一定是面對外在事件 而且就 必須是 共同性的 所以就要重複他的 那個政治 核心的一些觀點 跟其他的一樣 能夠 交通 互相 communicate 而且必須尋求 那個 contentual 最重要是 public 共同性 因為前面這兩個人的 性能活動 可以自體 有人在 在心裏面 而且在心裏面 你退卸 從外界事件 退卸的話 那個 我醫治的 我跟思考 都會出我 那個 思考的 我就是 分類者 我跟老闆 然後 那個 Win 意思的 我就是 I will I can I will and I cannot will 就會 處於一個 互相增長的 處境 而最後 判斷才能夠 讓你去 借書到外界的 政治世界 然後 把這個 所謂的 思考的 那種自我問題 導向一個 一個 所謂的 面對政治世界 我們這個世界的 一種 所謂的 判斷 那當然 他也從那個 思維跟 意志裡面去 發掘到 其實 我們的內心 這個所謂 包括思維跟 判斷已經 印含了那個 判斷的 機能上 如果他特別在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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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生的 重塑了 那個 這個判斷 最後 我做一個結論 就是我給你們那個 那個 比較 就有 兩A的 所以判斷在政治世界上 特別強調 判斷除在個人主體 或主觀的 一種 所謂的 裁斷 他從來不是來自 權分的受由主導 而是由個人承擔 判斷的責任 就是我的判斷就是我個人的判斷 而且對他的後果 這個負責 以二人的判斷理論 我們也可以重啟 政治 以道德的思維 做不效的一個結論 1963年以前 他以所結識的政治世界的 這個所謂的德性 譬如說 勇氣友誼 成功官宿 歸杰 歸杰於心靈活動的一個 盤盤別的作用 在此 他結合的實踐跟觀想 或者 行動者跟盤盤者的活動 知道吧 所以 他認了一個行動者 通常 通常也是一個 觀想者 知道吧 我們同時建進這兩個程度 我們不會只有在公文領域 從事這個 這個所謂政治實踐 你政治實踐 在一起透過我們心靈活動的 這些思維 跟這個意志 跟判斷的作用 所以他把那個 行動者跟我們心靈的那個 觀想者兩個生存結合在一起 我覺得他對那個 我們的政治 政治倫理的一個論述 提個非常 Official 所以最後其實他也 可能有加烈意涵就是 做一個公民也不一定 大稱為行動者 你做一個觀想者就 就像我 你知道嗎 就像他 其實判斷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世界道來發生什麼事 然後裁斷及事 有沒有 知道吧 裁斷及區執 可是他最後有一個特別的觀點 所以他 判斷活動呢 二人沒有提出 建立及任何準則 譬如說再回答何謂正確的判斷 這個問題上 並沒有提出任何 一定會合則 在他看來任何的判斷後的結段 都帶有risk 對不對 每一個人 下判斷跟結段都必須承擔可能的風險 都可能有錯誤 所以他最後才要再講 再講到那個 就是德國一個偉大的巨作家 後來他好像給贊同那個Starting 因為他對他醫生的心理做了一個了解 我們做了一句話 所以他這個才強調任何的 這個判斷必須留有寬恕的好 因為我們總是在這個整個世界生活下的時候 大家要共識 大家要一起協同的合奏工作 所以最後他最高的德行是在寬恕 後來這些觀念都引發過來的 包括Delta 包括 好多思想家一直在 在探討他所謂寬恕的可能性 包括政治倫理的可能性 還有我這邊沒講的就是 真實跟政治的關係 講真話 或者是謊言 你知道嗎 這個 因為在這邊我沒有辦法講 所以最後引起很多的這個 這個 這個 而且在這邊我做一個結論 就是哈馬爾雖然是反自由主義跟 跟那個所謂的 不治老 都是批判 可是他的理論本身 吳賢東替那個自由主義 跟那個所謂的代民主 做了一個政大性的意思 因為代政治的意思就是 每一個人不一定要像共和主義一樣 作為一個政治產業 你可以當中一個觀想 由我選出來代表去 替我在這個國位裡面 行使我的權利 那另外他講到那個Farming Farming其實是自由主義 還有Trust 就是自由主義在講那個 政治的 統治政大性的一個基本面子 所以他基本上 雖然有這個 這個批判自由主義跟代民主 可是他基本上還是 就是可以替這個 自由主義跟代民主 作為一個主辦選舉 哇 跨了太多時間 我可以演唱一下 好 好 非常謝謝蔡老師 我做一個非常短的觀看 剛剛你講的多一些 做一個小節 上面多足的時間 你很好的全市主 所以你很好的 你們就能力量很強 剛剛蔡老師一直不斷的開講到 Trust 還有Office 這件事情呢 他有提到 有提到 社會情願論 然後有提到 貨物侵略克等等 然後談到說 我們人民跟 人民跟政府之間 基本上是一個 信賴的關係 我稍微補充一下 我稍微補充一下 照 蔡老師所理解的 二藍戰志的 邁過下來的 一段 就是 我們如果從 佛布什 佛洛克喜約論 尤其是 從洛克喜約論來看 每一個人自己都可能有一個 和道德的信念 有宗教的信仰 那 可是就是因為我們有道德信念和宗教信仰 所以我們彼此會爭吵 那 彼此的爭吵呢 可以吵到 你殺我 我殺你 甚至我殺了你 我還覺得我是站在正義的這一方 那 這個就是 但是我們過於相信自己的道德就是正確的 這樣子的說法會有一些危險 那 如果是每一個人都這麼做 那 到最後就真的只剩下 用武力來解決而已 所以每一個人都只相信自己的道德 反而到最後會變成是武力 相向 那 洛克他當時就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 所以他說 一個國家的形成 基本上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放棄掉我們自己 私人 認為只有我們的想法是對的 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 我們要先 彼此 如果要成為一個共同體 要有一個共同的社會生活的話 我們不應該 當主的拿這個私領域的這個想法 宗教和道德來標準對方 那 我們 所以 洛克他們那個年代 讓宗教變成了一個私領域的事情 那 公領域是不是叫做什麼 公領域呢 我們是以公民的身份來互相對待 那公民的身份互相對待 就不是拿道德或宗教來互相對待 而且是 我們把 我們原本可以解釋 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這是 只有我才知道的這一類的想法 說 只有我懂自然法 你不懂 只有我跟上帝比較好 你不好 等等 這一類的想法 我們都暫時放下來 交由政府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 政府基本上是來代替人民 來做自然法的思辨的工作 而且 每一個人放下了我們自己的 道德的想法的時候 我們變成是 讓政府來制定出一套法律 當然那個政府一部分也是 由我們人民之籍 有參與的立法律 可是制定出來之後 我們就守法 也就是說 政府跟人民之間呢 剩下的 是一個完全的信任的關係 我們沒辦法確定政府制定的法律 是不是完全合乎自然法 是不是上帝所要的 是不是絕對合乎到的 但是呢 我們不要管這一個問題 我們只知道說 這是一個經由合法的程序 按照正當程序所制定出來的法 因為我這邊很鼓動一下 他當然對這個觀點有一個基本抗議 企業論是講那個同意 agreement 可是他認為那個consensus的時候 則是agreement 都意涵了一個disagreement 就是他容許公民有那個不同意的決定 容許公民有那個抗議 他手提出來的話 政策政定 一種所謂正當性 要交由公民去 去菜單 所以他特別強調就是那個企業論 基本上是 雖然是以consensus 或consensus的agreement 可是這個 這個自由主義的agreement 也印含了disagreement 這個我想任何一個自由主義者 都會贊同 你繼續 有沒有disagreement 就是我同意形式上是對的 但我不見得完全會列表你的內容 就是完全合乎真理等等 可是正因為我們是一個社群 所以我們就接受了 那在這裡呢 就是公民的身份跟私民的身份 就分開來了 所以一個國家的形成之後 我們是以公民的身份來互相交往 互相對待 然後把私民的身份 留到我們自己施領的生活裡面去 那就是原本的自由主義 是這樣子 這樣區分出來的 但是呢 今天請聽下來 那二欄如果跟這裡有類似的地方呢 那就變成是我們 既然已經生活在一個社群裡面的時候 那我們彼此是用這一個 公民的身份來思考 所以 agreement 他所犯下的錯 等一下我們還會繼續再問蔡老師 他所犯下的錯應該是一個公民身份的錯 而不是以一個私民或者是道德良知等等 這方面的錯 那這裡就要很小心的去區分開來 所以 安法被判死刑 那是因為他無法跟這一整個社群所有的人 共同相處 因為他缺乏了一種整個社群共同的 比如說 共同的感覺 或同理心 所以 這個不是單純的說 因為我的宗教信仰 什麼等等 這個良心 而是 身為一個公民的話 已經是意識到了有他者的存在 我們都是同樣的 你也是公民 別人也是公民 那共同要生在同一個生活圈裡面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 一定要 預設了有別人的立場的存在 你會知道說其他人也在 所以 單純他不把其他的公民 包括有他人 看在眼裡 或者他在思考的時候 並沒有把他們納入認同 他們也是社群裡面的其中一部分的人 所以是以這樣子的理由 公民的責任出了問題 所以他是未盡到以一個思考的公民的責任 所以才會被鄂蘭認為 他是有錯的地方 就是說他基本上 當然那個阿倫在解釋那個 艾倫門的那個罪行的概念的時候 引起很多爭議 有的從責任 是進行建立 可是有一個很基本的概念 剛才艾艾老師有特別講過 就是艾倫門 進入到他那個關擾體系列裡面以後 就變成一個 好像那個機器裡面一個齒紋 你知道吧 那個齒紋在這裡 所以是可以替代 而且進入一個後避的系統 這個後避系統會養成他一個 高高在上跟那個 就是自我團族的 一種心態 所以剛剛 那個 那個 廖老師講 他缺乏的就是 把 其他人 就是他的 他的世界裡面沒有他這個 只有他自己的那個 自以為是的那種 一種所謂的 那個 意識形態的道德理念 當然 阿倫沒有特別提這個觀點 你知道嗎 我就是很多人在 在講說為什麼會從那個 Totalness 就是沒有思維 跟沒有記憶 跟那個沒有判斷 就來解釋 這個時候把他那個理念 就是 他跟阿倫不喜歡 Psycho Analyze 是不是 就因為他認了那個 人的心情是 像 他很喜歡 喜歡那個 那個誰 看阿倫的那一本小說叫做 黑暗之星 好好的Duck 人的心是 是Duck人 沒有辦法被你刪斷 所以他 他不喜歡那個Psycho Analyze 可是 在這個解釋力上 他就覺得 顯得比較不必 很多人都提出很多解釋 比如說 你不能否認那個 埃國人可能有政治的野心嗎 只是他在華麗裡面 他不全認了 廣少爬 就必須要遵循那個 嚴守的命令 就我們現在的官僚系統就是這樣 就是從古到進步 都要上面的那個官案的名字 那你就要建立了黑爾大演出 或者是 他交換的事情你就不會 阿倫認為是這個很危險 就是在官僚體系裡面 那個聖母交換的事情 那個官僚不會去釋法 說他那個政策 跟他所交換的事情 到底是有沒有合物那個 這個正義的程序原則 或者是 是 是有沒有所謂的正當性 你知道嗎 所以 他那個那個官僚 他特別從那個 美國裡面講的那個 相害給我們這種這種官僚系統 只是我今天沒有做的事情 所以他就上市了 譬如說他的世界裡面 我們沒有 沒有一般的人民 沒有流太人 沒有可以 與他互相交往溝通的一個對象 他完全在一個密閉的一個 自以為是 填滿的 完祖的 不需要他的 一個 Sail Righteousness Sail Righteousness 你什麼時候 自為是 自以為是的那種事 在官僚比起最危險的就是 他馬上可以提款 所以你要保持你的光位的話 你必須 要全然接受那個 國家的 一個嚴守的命令 所以 他那個 埃克曼就特別強調 我們的德國最重要就是 我們強調無從的埃克拉 可是阿倫說不是啊 這個政府的權利是你同意跟你支持的 不是你遵守的 他用這個來 來反駁那個埃克曼 知道嗎 不是 不是Obedience to the authority 是你support他的 知道嗎 是你那個所謂 而不利他的那個所謂的事 所以他混了那個改變 這也是特別不重要 其實阿倫那個 本來埃克 連影點都知道 正義了 不過 可能的結識也只是 指示到這樣的一個 你如果要 要了解那個本來埃克的話 就看我寫的那個 潘氏的克文書 所以看好那個 本來埃克跟本來埃克的正義 不過我好像最後有沒有一個 坎伏群 不過自治者險都沒有坎伏群 有坎伏群的就已經找到了 就像這個納稅一樣 最容易坎伏群 就世界是要有那個優秀的種子 來那個生育 就坎伏群啦 那個 那個史拉林 或者他電靈的那個功能的一個 最後不產階級 所以他取了政權以後 就看到那個 那個 那個醫師群太真的是住了治理啊 知道嗎 清算那個地主啊 整肅他的那個 所謂的革命的同事啊 知道嗎 要保存那個 那個 那個 結對性 就是革命的 清純的 道德意識的結對性 你不能從內心去違反他 所以我那時候在讀 那個中國大陸文革的時候 發現一個很驚悚的 就當時那個文革偏發現說 你內心有失憶 他就問對不起那個毛主席 就自殺了 動機不良 他那為什麼會把那個道德和 跟那個政治做一個切割 他從他那個經歷的那個政治黑暗沒看太多了 所以那個 清純性 絕對性 Purity 尤其是內心的Purity 這個是他那樣的人絕對不能放在那個文字 公共領域 然後有人在那個 把那個政治分道德 放在政治統治 講大致大會 他不是對政治太難易 太無知就是很細微 Double standard 他那樣在那個 謊言跟政治裡面特別講 講那個細微的那個 他對他承認說 政治有時候還要偽裝 可是你不能說謊 就是我最後他對他的那個政治道德 所提出來一個台文 這裡可以跟他故意 我這邊再強調 這個不是最後定文 你們可以看他的那個文本 大家繼續在發掘這個文本 不過他剛剛的終極意聲就是 我覺得啦 就是他提出的這樣一個基本的 一種所謂的論文 你贊同不贊同 當然是一位是 好謝謝大家 麥克風先讓蔡老師拿著 他剝導演珠之後就比較像蔡英文 那個 我們 我們就讓他一起講 然後我還是要 我維持我們之後的一個傳統 還是要有個Q&A的時間 那我先借三個問題給蔡老師 給一個媽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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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要問的是啊 剛才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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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蔣義跟剛剛老師談到政治哲學的時候 又一直在而說到那是公領域 並不是自己內心誠實對待自己的表情 那既然他是一個外在的表演 你又怎麼能說他也能不能說好 在我看起來似乎他就是要說好 那請老師解釋一下 他說話他是就是 譬如說表區那個歷史的事實 譬如說在極潛主義取得正前以後 像史達林就把他所謂Torres的 所謂勾結的歷史完全體系統上角 這個就是所謂的摧毀歷史的 摧毀事情 現實的一種所謂的畫面 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故意的去欺瞞民眾 第三個就是 他當然也強調就是有些 國家的基地是不能 這個所謂的責任讓 一般你都知道 OK 所以他也保存了 一些一般從 現代性以來再講那個 私密性的政治的一種 一種傳統 可是他認為強調那個政客或政治家 必須要在這個所謂的 那個公共名義裡面去 講一些 切合那個政治現實的一些正法 這個 我當然這個牽涉到很複雜的意思 就是虛偽或者是偽裝 或者是謊言 是不是 作為一個統治者 是不是能夠 是那個 譬如說那個 阿雞倫英都特別講到 為了國家的利益 他可以 政策家可以去偽裝或者是 去所謂造活動 這樣 要裝得讓人也知道 受理非常英明 感 就是用狡猾 扛扛扛 這個 阿倫妙兒 一本 忠實的答案 這我先拿來看看 因為這個 一花 架海一打這些人的 一種 好 再繼續追蹤 蔡老師未來的野舊 好 第二個問題 好 好 我剛才聽到的是你說 一送到 一送禮 審判 為什麼 爲爾在主人堡大臣 是屬於哪一種人 可是那個 劉貝爾大臣是 那些 納粹的高級獎 可是 艾赫門是潛逃到 南北去了 戰後 不知道幾年 1961年 才被那個 以色列的特工 給發現 把他抓到 以色列去審判 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那個 關於瑞士 你講到 政府的 時限的時候 我 聽到的 就是說 揮斗以西 或是揮壞以西的人 的講法 就跟你們很接近 但是我們在歐市的講法 不太一樣 真的 我批個例子來講 瑪丁路德 他是神父 欸 怎樣 我是說 政治實踐跟宗教 改革 這兩部分 來路德的話 我居然強調說 瑞士的形成有他的原因 不是說 我沒有站在 東右側的想法 就是說 有他形成的原因 可是瑞士 我都有提到瑞士 我提到的就是 紐約的政府 在 在維護 那個 那個 有他人生命的安全的時候 跟納粹的 那個 軍官們 奏一個周旋 而且安然的 讓那個 那個 那個有他人都 脫離 我等一下一直 就是說 剛才講的 威馬政府 威馬政府 講到希克勒這個問題的時候 因為我 受人家的洗腦 指到奧兄弟 我的那個 匈牙利 最不眠 所以我才想 才 會問這個問題 我是 戰略才出生的 不是 戰前 先先講一下 我就是 我沒有說 我沒有說 我就是說 我請教你 你對 你對歐洲也沒有了解 如果有的話 我沒有說 你對歐洲也沒有了解 歐洲那麼大 那麼複雜 歐洲那麼大 那麼複雜 哇 這個要怎麼說 歐洲 歐洲這很簡單 就是 這個 這個非常的大 沒關係 那個 老師開課的時候 你不要 來上課教的事 我們 我們一次 接三個問題 老師好 這個 等等 我先確定誰 然後 第二個 都沒有人嗎 沒有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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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位 好 我們開始 老師好 那個 在電影裡面 我們有拍電影 OK 對 但是就看他來 可以導演引述他 所以有一段很有趣 就是說 因為老師提到說 那個 他是不用 Anality 我們EVO 去對於那個 原本在談的 Ready for Evo 對 對 然後如果這個 Ready for Evo 本身是有一種 根基的那個味道 他有說到一點 就是說 邪惡的不用心 是沒有根的 對啊 對 他是最少思考 對 然後就是說 他說很多評論者 其實沒有發現到這一點 然後他就會思考 還是有根 這句話是在 你說 你說 電影的 西數者 對 就是說這個 電影裡面的這個 視野 看看那兩個角色 他提到說 雖然有很多人評論 評他 但他沒有真正指出 他的問題 就是說 其實這個邪惡的平衡性 是沒有根的 所以他思考是有根的 那我要問的一個問題 是說 因為他在那個 極權主義的起 我今天都常常提到 那個arbiture 就是說 任意性 或不斷性 像老師 我們都沒有提到 Decisionless 的那一種 無根基的這個狀態 那 在這個意思上 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說 這個 到底這個意思是一種 平庸大眾的意思 還是像老師 你翻譯說 那個淺 浮淺性 就是說 他就是很淺 然後就沒有 對 他那個翻譯 你自己認為說 怎麼翻 比較 接近到他 後來 我本來是 異他的平庸性 可是後來 就讀到阿倫說 那個 憲法施導就沒有 這個 有施導才有根 因為 更只在我的人群 更只在我愛的世界 其實 他人的想法 不是自我凡事 所以這個 有問題 可是缺少這個根 以後 你就很突然 你只是 譬如說 以阿倫觀點來講 你的所謂盜果 只是 隨著 隨著 那個社會的習慣 對 可是他不曉得 那個社會習慣 可以透過這個 強大的政治力 可以給 退回 譬如說 如果我們這個社群 一直講說 你不能做 你不能做 你不能做衛政 你不能殺人 可是 沒有你那個 那個 納粹跟那個 納粹跟那個 這個我們的成輝 透過他的政治力 把他完全退回 你可以殺人 對殺那個 投家認為是 是有害的 種族 而且到時候他 那個 如果讀他那人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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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候他的那個 那個 大罪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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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要 嚴格的 要求哪一個 德國公民 要把他幾代 主先的 那個所謂協同 要叫上去 給國家政治 而且 就是你要結婚的話 也要追查 你以後的 即將 你以後的辦理 他的血緣的 存證結婚 你想想看 如果 如果一個 有思考的人 對不對 你會覺得 這樣的一個 憲政跟憲法合理 同樣我都是人 而且搞不好就是 是 那個 猶太人是我 合理的名記 平常要跟他 說哈囉 不然國家給你這樣一個 命令 你會覺得這個合 命令 他的意思就是說 不會思考的人 就是 你就是 隨著那個 國家的正念 然後就 把目的接受 那 整個社會 都已經被那個 種族主義 弥漫的時候 大家認為 那個 撒猶太人 好像是 用納稅的話來講 捏那個 那個 所謂床上的 這個 臭筒一樣 負責的 臨行 他的意思就是說 每一個人 如果有心智的話 在那個 處境裡的人 都會思考 說到底 這樣的一個 國家的正念 憲法 這樣 排斥猶太人 把 強調 那個 種族的 所謂的 清除性 重視到這個 程度 到底是 合理不合理 震盪 那阿倫有一個 基本觀點 就是說 每一個人都要體會 我們全世界 是多元的一個存在 你必須容許 其他種族 不同種族的 共同 在我們這個地球上 生存 所以他的 所謂的 思考的 無根性 無解性 就在這個地球 當然也可以說 他當然發現 那個 阿倫們其實是很 平原文 沒有所謂深刻的思想 然後 只是 追求他的個人的 career 那我接 那個葉老師 剛剛提了一件 東西 就是說 如果極權主義 本身是沒有根源 就是 不是根源 是他的起源本身 是無根性的話 那 但是那個 無根性是指在 生活在那個 極權主義底下的 像 阿倫們 跟當時的 德國公民一樣 就是他不會 就上次的 思考能力 就完全被 被那個國家的 那個 宣傳基金給吸引 你如果 你如果看那個 當時的納粹 那個 你們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那個有一個偉大的 摄影家 第一大陣 做的一個現場點 叫 提醒 你如果 德國公民如果看到 那個影片的話 你會真的 哇 會對那個 我們的自政權 多麼偉大 那麼崇高 這個 會結對的緊張 所以 德國跟布萊西特的錯誤 也有 是這個 無根性的問題嗎 不是無根性 我的解釋是說 他是基於那個 其實德國 其實民主主義很強 作為一個後進國家 他要追版上那個 那個 櫻化 所以 所以 所以他基本上 其實 你現在很多人在挖掘的時候 海德格為什麼會 會去投靠那個 那個 納粹 可是當然我們不會因為 那個 那個 海德格投靠納粹 所以我們就不都看得出來 你知道嗎 他是偉大的哲見家 我也喜歡主張 對 可是他最主要 最根源的就是那個 霍物的概念 就是人民的概念 民族的概念 就是說他要作為一個 民族的統一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 民族是不同時 被這個 譬如說 英美政府 這個所謂常侯 給凌路的 他任了一戰以後 那個培館是對 對那個 對德國的一個頌路 還有包括卡須梅爾 在二戰以後 寫那個大帝制法 也是這樣 他說最後變成聖哲 回王敗者回口 他剛剛有這樣一個 復生的門在 所以我覺得要解釋 那個海德格後者 是像卡須梅爾 為什麼他1933 投靠 那個納粹 當時在投靠納粹的時候 亞斯黎問了那個海德格 就說你 你會相信這樣一個 粗魯的一個領導者嗎 沒有文明沒有教養的 講話又這樣誇大了 可是 海德格還是去 去不同他 而且還當了那個大學的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長管那個情歌的 然後那個 然後那個 卡須梅爾就 變成那個 整個納粹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所謂的 那個 所以 這邊也映然那個 那個 機會主義跟 政治提醒 尤其在中國也是啊 中國每一個人都想當 博師啦 要不然就當那個 同傳統中國來 進到最高的那個 展向的位置 OK 好 民族主義呢 像 以上我認為說 民族主義都是來自 至於整個民族 遭受過傷害 傷痛 所以才會想要 反過來 要壓過別人 剛剛 蔡老師就是說 海德格他們的例子 基本上是 出自於民族的認同感 而且這是一個 純粹民族的概念 跟 法國式的那種 國族主義不一樣 法國式的國族主義 或者是亞里斯多德 是的 他們 他們是認為 我們居住在同一個地方的人 我們就是 一群人 我們就是一個共同體 而不是以民族協同來分 所以 有兩種不一樣的 民族主義 然後 只不過 趙蔡老師剛剛的講法是 海德格他 大概是 採取的是 這種 血緣式的 這種 國族主義 好 我們 我們現在 有兩位 因為今天不是哲學 星期五 明天還要上班 所以 我們最後 最後兩個 問題 老師好 謝謝老師 然後 我簡單說一下 就是說 現在看到我們那個 什麼警察 在面對那個 蜂蜜運動的時候 就是打得很瘦 然後 這個 他們 而且甚至 我們都知道他這樣 他們都會講說 他們是蜂蜜行事啊 要那個 然後就是 打蜂蜜打得很瘦 然後 因為 因為 像好比說 假設他們是 邪惡的很不用怕 然後 可是問題是 像德國他們有 那個什麼 轉型正義嘛 就是所謂的那個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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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雖然說 有那個 什麼 形式 民族 我們已經有 選總統 問題是 就是我們沒有經過 短型正義 所以你看一下 我也覺得不敵 那些 公務員沒有短型正義 然後 教育人員沒有短型正義 所以我們會有所謂的 日據跟日誌 還在那邊吵 然後 我們的 我們的歷史 台灣的歷史 我們的學子讀台灣的歷史 是少的可憐 然後 都讀一些 中國跟我們 根本一點 就是 遙遠 然後根本就是 跟我們沒有息息相關的東西 然後 就覺得 這個 老師應該怎麼去看 然後 假設 這樣就是 表示說 我們自己的公民 其實也是有所謂的 邪惡的人工 就是 我們去 我們去 就是 大部分的公民 去 就是人民去 就是 冷漠的看待這些 然後 他們可能也沒有什麼樣的感覺 然後 就是 看到別人受難 然後他們也覺得說 那不關我的事 那所以 這個 馬英九症你們也是 因為大家寵出來 所以 不知道說 老師應該 謝謝 好 等一下 然後 我們再 最後 最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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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層次 一個層次 就是 就是 看到二嵐之前 他認為說 他一定要行動 可是行動 不是 如果是一天你 跑步到那個 Risk 你可以變得是影響者 可是這樣的話 他的臉部 其實產生很好做 那如果說 相對是影響者 不要行動的話 那這樣要強調行動 做不到在哪裡 然後 然後 二嵐的 他的 原諒跟 政策在戰後 發展出來了 他們在馬力上 比較強調 所謂的 多人自由主義 然後 然後 第二個層次的話 我就想回到 我們國家立法的規定 也就是說 工人員保障 跟工人員保障法的 第十七條 他說就是 下集的 下集的補助 就是對於長官的命令 就是基本上 是有一個服從的義務 可是如果說 他發現到長官的命令 是違法的時候 那他有一個 就是報告的義務 可是如果今天長官認為 嗯 我沒有錯 那我下達了一個 訓練命令的話 就要絕對有服從 對 然後這樣子的話 這個部署就可以典責 然後責任由於長官 可是如果長官的命令 是違反行事法律的時候 如果再辭職 可是我以前 就是在附訓法條 我會看 違反無論 為什麼 就是 今天如果再看 各大個想法的話 就是 那個部署 應該也是要行動 可是 我們的法律已經正在 所謂的關係的行事法律 因為他就過於行動 我們在行政法上 他會有部署再調查 可是就是如果大家 都來想法的話 他可以承諒 假設今天 埃文 他犯的不是這個 就是所謂屠殺罪 就是基本上 就是屬於國際法上的認定 一定要是 出到公審的一種罪 他可能就是 他也對國太人鼓勵 但是他可能就是 單純多土 猶太人的財產 或是屈逐 屈逐的國際界 今天 而且 二郎會用另外 有相法去看看 他可能會嗎 會就是 還會用陰謀這個字嗎 還是說 但是我聽到 是覺得二郎他把 聖經 就是上帝的一些罪名 還當成是說 一個公寧 還要對這種東西 要有認知 可是如果我們 把他來看的話 他似乎 一個罪有法律來定定 那這個法律的話 又是我們 平庸的人定出來 而且只在違法 這種法的時候 然後這時候公務員 他就可以去 公務這個責任 或是要不負責 那就會 我會覺得 幸福反問 那如果說 舊老師的 學術的手指 就是 我會想請到這樣一個 就是 有一點 才叫熟悉的問題 就是 才會再請老師回答 謝謝 你的問題是說 如果一個公務員 按照我們的話 老實說 他一定要遵守 上帝的 那個 命令 不得 還不能違反 還不能違反 就是 今天他如果發現 那如果 我的孫子 發現他 他其實 下的命令 其實有 有 道德的正當性 失去 或者是沒有 就是一來一往 比如說 我發現 老實今天 下了一個命令 就是比如說 心理卻去 台南大道上面 那個 領眾 那我覺得不同 我就跟你報告說 長官我覺得不同 可是如果長官今天 是以出面下達 因為這時候可以當作證據持久 那這時候 長官說不行 就請你務必去除 而且又垂婚啊 用女子或雜雜都可以 當他寫在書面上 白子定制的話 那這時候 這公務員就可以 留在講話 就會跟他無關 可是 這時候這樣子 這個公務員 如果他是用口頭的這樣 嗯 應該是說 就是說 我的意思是講說 如果說在長官下達出面的時候 做過法 這個公務員 他就可以面 而且 然後 就是 在二馬的觀點來講的話 這公務員 其實一定是個冰箱者嗎 然後 這樣他都可以公明這個負任嗎 還是說他一個消息 那 如果你這個 這個地址的話 就是說 譬如說有光明機會 那這個 光明機會 譬如說在 卡塔格蘭大大 然後 他沒有經過那個 惡法的 申請 所以 在 這個處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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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按照 法治聯者的話 應該是 是 是 但是 他 那個 這個 問題 就是 這樣 像 那個 埃克文 還有 被 有榮島審的這些 其實是負責決策 高級 降臨 不是一般的公務員 阿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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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是說這個罪行和罪犯只僅以那個決策者跟高階的行政人員 一般公務員他是不會特別去罪犯 特別去要他承擔那個政治主義 他在講那個所謂的集體責任、集體對華的時候他特別強烈 就是說你不能因為德國納稅犯了菩薩種子的罪 然後所以整個那個時代的那個所謂德國公民都同樣要承擔這個罪行 他說如果集體承擔罪行就沒有罪行 所以他罪行是特別負有傑側的 跟那個像派克門 派克門其實是那個所謂的傑義finite shooting 就是猶太終點計畫裡面的一個主角 雖然不是很重要的一個主角 可是他最後也執行這個問題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說 這些所謂的下決策的 在受到那個嚴守 譬如說希特勒下達的那個要處決猶太的計畫的時候 其實像納粹 那像希特勒沒有講的 可是他們就揣摩上去 所以我們的偉大人也所思要終結一口態 所以你們不知道有沒有看 英國DBC拍了一部電影 就是在那個終結計畫的審議是在19多少年 12月25日拍的 那個你就知道那個整個接策的一個構想 他當然就是說你要承擔罪行的話 只能是這些負責那個所謂的決策 一般公務員他是不會 不會要去承擔那個基底的罪 那你剛才所講的 譬如說 好了 他們有 假設說他們已經有申請 然後當然合法的要讓他們 這些所謂抗議者要去遊行 可是如果在這個問題上 就像那個長官下達你命令說 不准讓他的話 你就回去抗拒 就是說你這樣的話 你等於違反了那個真心正義的那個意思 就像你說這次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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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總統弄出來這個事件 就是說他在 他在處理這個萬天兵事件的時候 已經自顧及到那個 那個所謂法的那個 那跟他共同在協議這個事情的時候 也沒有去欠他 說這個要處理他的時候 在處理他的時候 必須要處理那個 中華民國那個 那個所謂法制的那個 最基本的 所謂法制的那個 你今天怎麼可以 而且不是直接這件事情 所以直接就是 鑑定其他人 然後去盲測到 你怎麼可以拿這個來的問題 而且沒有進攻那個 書啊 什麼 所以如果在這個 關鍵點上 旁邊的 那個所謂的 參議集中的沒有提出 跟把政府 把總統提出這個 限點的話 這個他們就死了 那 一般我們說的那個 那個 那個 剛剛接到說 剛剛 你這個問題有沒有回答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沒聽錯 就是說 這個 最後的 他的一個 罪的問題是要 看那個整個 大罪結果裡面 政治結果裡面 操作那個 所謂的決策權 一般公務員 他 他覺得 那個是整個 國家的一個 運動的機器 所以 所以 就牽涉到那個 另一位老師 所處理 那個轉型正義 那個 納粹 崩潰以後 他能夠證不起來 還是要用那個 納粹用過的 這些 要不然他怎麼 亂這個 整個 那個 那個 另外就是說 幫你轉型正義 這個一個 度假的問題就是說 那個 前一個政權 所犯的罪 他必須 所以 他要到幾個以後 才能夠公開跟公佈 對 就 維俗那個 正典的武器 對 所以 那個 應該 天爺老師 比較 因為他有處理過 謝謝 謝謝老師 剛剛那個 另外一個同學提到 就是說 那個 迴安 迴安 就是 你抗議的時候 當然 警政要去注意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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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公佈的奇怪會不會 形成 爆發 那 有時候 插槍走火就是 就是那個 那個 維郎的太后強勢 就 侵犯的 公平 那個 雞尾流行的 那個 可是他如果 不防範的話 也可能就是說 那個 所謂的公佈奇怪 也形成 暴利的 一個型 這個是來內滿足的 可是在這邊我覺得作為一個執政者或者一個政府 他盡量要容許人民有這個所謂表達他對政府抗議 或者是所謂不滿的那個集會或者有情 你不能就是把它看成是一個 一個所謂的好像要給那個執政者安慰 或者是這樣的一個群眾 其實西方在對付 在防止這個所謂集會遊行很大的一個周圍 其實也是有時候會速度點強烈的情況 我在英國讀書的時候在民國76年 還77年 有一次我去上任教授都沒學生 然後他們就說那個學生都到西敏市去抗議了 全口串 就是抗議那個財政政府未來要解決那個財政的危機 所以取消了那個大學生的一些瓜 所以引起那個整個學生的過法 結果在那個場合裡面結果還是吃亂 他們全部都到西敏市去遊行 然後出爛紙以後 財政政府用那個馬屁 那個他們警察到西門去欺贊這個民主 所以這邊就是一個所謂抗議 跟那個國家維持他政檢股面積的一個討論 他當阿倫沒有特別去深入說 這個你公平集檢起來做抗議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會有霸人出現 那他既然強調就是說 那個政治的嫌疑是跟霸人是要跨分清楚 可是在這個場合裡面 他怎麼樣去做一個論斷 有時候他就從他的理論裡面去做 打不出來 剛剛你所說的那個主權的問題 主權問題我們思考了幾十年了 台灣是一個主權不完整的國家 就可以知道1971年我們就是一個 雖然國內有主權 對於國際間是沒有主權 所以我把它稱之為一個 或者是判主的國家 我們也會在自己的國家內部講說 可是在這個所謂國際上 我們已經上市了那個國際的人格 對不對 可是問題在哪裡 因為台灣是在1971年 這個退出Leggo以後 他變成一個沒有所謂的國際奧位的一個國家 我們常常在那時候民進黨抗議的時候 不是說我們是烏爾馬 還是夏爾的烏爾馬 那確實如此 可是你如何突破這個降下 這個到現在為止 我還是想得出來 你想要學美國嗎 美國的革命是獨立戰爭 他要脫離英國的母國 那你願意像美國一樣 這個有一個獨立戰爭發生 然後最後有一個建國之戶 這樣發生不錯 建國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按你如何突破那個 那個所謂的 這樣子的台灣出現 總是要想 其實上你好像沒有要進去幫你 大家都圍屬現狀 可能圍屬現狀 那個見狀 基本上是變動不居的 所以我現在想不出一個 你的問題是怎麼樣 台灣現在的問題是因為 1971年那個 因為當初蔣介石他一直堅持說 台灣就是他要與中華民國 去代表所謂的中國 對啊 可是因為他只是說 現在聯合國承認的那個 所謂的中國就是 由中國那邊去代表中國 那不表示說我們就 因為我們其實現在還是讓 中華民國暫停 不是嗎 因為他其實中華民國 對啊 所以我覺得其實現在很重要的一點 是我們台灣要有共識 然後台灣到底要不要獨立 其實是應該是我們 2300萬人 所有的人民去決定 那你覺得 現在應該是這樣子 用那個所謂的 基金民主的 所謂的公民自覺的方式 當然是嘛 因為不是這樣子嗎 因為不能說 因為我們小 可是還有 美國國還有 跟我們內小的國家 哦啊 是沒有了解 可是如果公平出來以後 大多數人都強調自己是 一個獨立國家 你怎麼辦 那當然就是一個獨立國家 然後我們就要有 那個公共有法律效應嘛 有法律的效果 不是啊 你公平自覺啊 你反而是 因為我們台灣現在還有一個共識 可是你 你反反反反那個 反反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也限制到 是一個主權國家 可是他 他那個主權 統強的話呢 有沒有包括台灣 沒有 沒有的話 他主權完整嗎 他主權完整 他主權完整 完整啊 為什麼完整 是國際承認好完整 沒有啊 可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本來就沒有統治過台灣啊 對啊 所以說 他那個主權的不完整 不是嗎 沒有 他自己完整啊 他道稱說 他統治這個 統治台灣對不對 可是他實質的那個 統治力有沒有 到達台灣 當然沒有 對啊 所以這個人是完整的主權 所以這個人是完整的主權 實質上他是完整的主權 所以 所以這邊我用 哈拉阿倫的那個 那個觀點 哈拉阿倫的那個 反對那個結隊主權的概念 他用 share sovereign 共享主權 可是這個要高度的那個 理線的一種 所謂協商的 那 這已經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非常非常謝謝大家今天晚上的要注意 然後也非常謝謝蔡老師 成功跨出第一步 當公公事事任職 然後 然後 哇 好有機會 希望 希望 今天晚上的聯想 對你們的收入 有 有 謝謝 謝謝